地帐,坐我的位置,你也配 破败的大楼,杂草丛生的地板,以及被轰炸的凹陷进地底的路 处处显示着被炮火侵蚀的痕迹 在末世,这个地方却是难得的安静 可这安静中却弥漫着血腥的肃杀和冷冽 被血腥覆盖的地板上满是穿着迷彩军装的尸体 诡异的是,这些尸体的脑门上都被一颗子弹正中眉心,一击毙命 在这些尸体中间,浑身是血的女人冷眼看着眼前的迷彩军装的男人,冷喝出声 为什么?男人将刺入他身体里的针管拔了出来 他清秀的脸,立刻脸色痛苦万分 有些支撑不住的单膝跪在地上 可即便是这样,却依旧不减他军人的威严和铁血半分 灵,要你命的人是长官,我只不过是奉命办事罢了 你以为你能杀得死我?他不屑冷笑 经过迷彩伪装的男人也笑了起来,知道他们杀不死你 这是长官找人为杀你而研制出的七号神经毒素 只要毒素一进入身体,你所有的肌肉神经就会进行萎缩 就算你的异能再怎么厉害,在这个时候也操控不了那些东西吧 不错,周围所有死掉的士兵全都是死在他一个人手里 在末世,随着环境的变化,不少人都净化出了异能 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单异能,而他是双异能 这一点,他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作为他最后保命的王牌 果然,他能够感觉到他全身的神经都开始麻木,甚至已经开始萎靡 神经毒素?原来他们为了对付他,竟然早就做好了准备 我只是没想到,最后杀我的人,竟然会是你 这个男人是他最亲密的战友,是和他一起从小长大的兄弟 就算知道长官对他动了杀心,可他却从没怀疑过眼前这个人 他好争以侠地欣赏着他的痛苦 他整个人几乎已经蜷缩在地上抽搐了起来 神经和肌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为名,长官说了,只要我把你杀了 你的位置就由我来做,他语气里都透着一股兴奋 好像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全球东部总指挥 长官一人之下,唯一的将军 这个位置,谁不想坐? 灵,现在可不是太平盛世,什么叫圣者为王? 什么叫弱肉强食?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 他紧咬着泛白干涸的下唇,原来如此 嘴唇微钩,冷冷地吐出三个字,你也配 你,他眼睛瞪着他,满是阴狠恶毒,只要你死了 这个位置就是我的了 哼,他发出一声冷笑,好像整个城市都只剩下他的冷笑一般 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控制不住地开始抽搐 顷客之间,手和腿已经尾成了皮包骨 他漂亮的眼眸平静的无波,嘴角露出一丝残忍的淡笑 本将军的位置可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坐的 你什么意思? 他双眼陡然便利,像是在酝酿着什么 一起下地狱吧,他嘴唇轻动 顷客之间,男人的身上轰然诡异地燃起了蓝色的火焰 清亮的瞳孔映着蓝色的火光,越来越模糊 那凄厉的惨叫也越来越远 他望着天空,呼得嘴角扬起一抹世人 莫是啊,他早就腻了 第二章,抛尸,重生 公元2100年,一栋废旧的工厂内 见人,老子上你是看得齐年,还不乐意咋的 染着黄毛的小混混一巴掌把眼前的少女扇到了地上 还没等他爬起来,另外两个小混混马上把他按住 他大声哭叫,放开我 我爸爸是上校,我爸爸不会放过你们的 少女漂亮的小脸满是泪痕,红肿地让人心疼 姐姐难道以为,当你失去了贞洁,让家族蒙羞之后 爸爸还会帮你 一名同样穿着学院制服的少女从旁边走了出来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鞋靠在一边 您怎么来了,黄毛狗腿的立刻招呼 我当然要好好欣赏姐姐的样子了 他便说,一边把手机拿了出来,看起来准备拍照 陆视频,叶宁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愤愤出声,他知道这个妹妹讨厌她,但是不知道 他竟然讨厌她,到了这种地步 叶宁漂亮的小脸扬起一丝冷笑 眼里却满是怨毒 谁让爷爷只疼你,都是一个霸的种 凭什么爷爷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你 我今天就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叶安有多淫荡 多下见,说完怒喝了一声催挫 还不快点,几个小混混 立马的令,开始扒起了叶安的衣服 叶安一脸悲愤,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狠狠地咬了 其中一个人一口,正脱了出来 就直接从工厂的水泥楼梯上滚了下去 啪,沉闷的坠落声 在工厂内响起,叶宁和所有的混混 都慌忙跑下楼,只见少女 躺在血泊里,已经没有了声息 几个混混顿时吓着了,不敢上前 叶宁也有些害怕,但还是壮着胆子 上前探了一下她的鼻息 顿时手缩了回来,死了 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她的心里都在打鼓 你们竟然弄出了人命 叶宁狠狠地骂他们 我,这我们也不知道啊,几个混混 也有些手足无措,叶宁咬咬牙 努力地让自己平复下心情 死都死了,一不做二不休 找辆无牌车,把她的尸体扔到荒郊野外去 别让人发现,眼前这个少女 看上去也不过十五六岁 但说出的话,让他们莫名害怕 但现在,既然弄出人命了 他们也只有抱着这个一条船上的大腿了 我们马上就去办 半夜,一辆无牌照的面包车 在一座山上停了下来 车上的人鬼鬼祟祟地从后备箱里 抬出了一个什么东西,扔在了一旁的林子里 左右观望了一下 剑眉人,立马开车从小路离开了 叶安觉得自己脑袋一阵剧痛 然后不只是脑袋痛 浑身上下都痛 就好像身体是遭受过什么虐待一样 他突然睁开眼睛 入眼的是一片黑暗 但那双清亮的瞳孔在黑夜里好像能发光 脑袋和身上的疼痛让他知道他伤得很重 他轻轻地动了一下 死,这动一下都让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小腿骨折,脑袋有些脑震荡 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这不是虐待吧 这怕是从楼上跳下来的吧 等等,脑震荡 软组织挫伤 他不是中了七号神经毒素吗 第三章,新的身份 叶安 带着疑问 他躺在地上 在黑暗中开始打量起自己身上的每一处部位 虽然林子里很黑 但是他的眼睛适应得很快 再加从前的特训 让他跟在白天事物没什么区别 这,怎么回事 他艰难的开口 这下,连声音都让他愣了下来 这不是他的身体 也不是他的声音 他想要集中注意力 好好想想这是怎么回事 可他一集中 注意力脑子就一阵剧痛 这该死的脑震荡 他干脆就躺在这里好好地休息了起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 脑子里忽然疯狂地涌进了什么东西 一些不属于他的记忆 在脑子里像是一团乱麻似的搅在了一起 本来脑子现在就不太好使 这一下到直接给弄荡机了 他晕过去了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 那双清亮的瞳孔才再次睁开 而脑子里刚刚涌进去的记忆 也在他昏过去的时候 和他自己的记忆融合在了一起 原来他的确是死了 但是他又重生了 他的身体死了 可他的意识和脑电波 却活在了另外一个时空 一个叫叶安的16岁的少女身上 叶安今年16岁 新落帝国君门世家叶家长女 母亲早亡 有一个同母的亲弟弟 后父亲娶了另一个女人 七个月后生下了一个女儿 叶宁 叶安其实还有个大名 叫叶卫国 这是他爷爷给他娶的 爷爷叶建国是个老将军 在叶安的印象中 爷爷是很喜欢他的 所以他一出生 就把他当宝贝一样宠着 取名叶卫国 就是希望他能够像他一样 保家卫国 成为一名蒸蒸铁骨的军人 但叶安的母亲温带 觉得这名字太过男性化了 所以给叶安另外又取了一个名字 周围所有的人 也都习惯叫叶安 到时叶宁会经常 刻意在公众场合 叫他叶卫国 而每次都会引得一阵哄堂大笑 叶安的爷爷 在一年前突然疾病 进了重症监护室 老将军一声枪铃弹雨 一旦他去世 名下所有的财产 都有孙长女继承 连叶安的父亲都直接跳过了 但这一纸遗嘱 不但让叶安的父亲对他不满 更是让叶家人都对他不满 尤其是叶宁 更是恨他到了骨子里 找人想毁了叶安 杀人抛尸 一应俱全 而这叶安 倒真的是从楼上摔下来给摔死的 心里不禁有些好笑 他忽然有些期待 叶宁看见自己 出现在他眼前的表情了 叶安立刻从地上坐了起来 他既然重新活了一次 自然要好好保住这条命 他受的伤可不轻 要是再担得下去 不死也成残废 林子里的风吹得有些冷意 他不自觉的色缩了一下 冷 他有多久没有感觉到这种温度了 在末世 全球变暖持续了不下几百年 别说春夏秋冬 就连什么叫寒冷 已经都忘记了 太平盛世 美好的环境 真好啊 他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气之后 立刻开始处理自己的伤口 第四章 飙车太子党 他集中注意力 盯着不远处的两根树枝 想试试自己的异能还在不在 但那两根树枝洞都没动一下 不禁心中有些失望 异能是末世许多人都有的异能 因为环境的变化 都会开发人体内潜在的能力 进而进化出异能来 就像动物随着环境的变迁 会进化出适应环境生存的能力来一样 末世的人类 所进化出来的能力 就是异能 但是异能的强弱 却跟本人的潜能相关 而且 大部分人都是单异能 可他却是双异能 操控系和巨像化系 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能在末世中 时时刻刻立于不败之地 甚至成为全球东部唯一的将军 统帅千万士兵 但现在看来 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动手吧 艰难地伸出手 把树枝捡了过来 他本来就是军人出身 处理伤口 可以说是轻车熟路 捡了两根树枝 把骨折的小腿固定住 其他的伤口经过一阵风吹 也都结痂了 只有把身上的衣服 撕烂简单地包扎一下 失血有点多 但是现在也没办法了 就在他处理伤口的功夫 林子外的水泥车道上 偶尔一辆又一辆的车子 呼啸而过 一阵阵及时的马达声 打破了这片的寂静 山腰处 漆黑的夜色下 灯光通明 到处都是红色和蓝色的旗子 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昂贵的名车 两边站了不少人 大部分都是搂着妞儿的公子哥 看上去都二十出头 一看就知道 是一群顽固子弟 在这里飙车 但是这里的车 要么是国A开头 要么是以军A开头 这可就不是普通的顽固子弟了 这时 一辆名贵的豪车 缓缓地行驶进了车道 这是唯一一辆 没有以国A和军A开头的一辆车 可却让每一个人都不敢小觑 是傅少的车 有女人认了出来 叫什么傅少 叫傅总 身边的年轻男人教训 那辆车一停下 立刻有人上前去恭敬地打开车门 傅总 车门打开 上身只是简单地穿着一件白色衬衣 扣子拧开了两颗 露出精致漂亮的锁骨 随意中带着一点玩世不恭的味道 却一点也不让人觉得轻浮 见到他出来 原本靠在爱车上的两个约末 二十出头的男人也走了过来 云生 你今天怎么来了 走过来的年轻男人朗眉心目 身材高挑健硕 脚下步伐稳重有力 而他脚上穿着的是军靴 他是个军人 过来看看 傅云生随口回答 靠在自己的车身上点了根烟 吐出了一圈烟雾 他也不知道怎么 今天心情突然有些莫名烦闷 想起今晚他们在这边飙车 就过来看看 既然来了 不如来一两把 另外一个穿着休闲服的年轻男人 也走了过来 他的年纪看上去比傅云生小点 长得很是英俊漂亮 笑着说道 傅少难得过来一次 总不至于不玩两把就走吧 这话里带着一点挑衅的味道 第五章 说了就裸奔 傅云生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没有吭声 倒让开口挑衅的男人 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乔阳笑了起来 陈旭 你又不是不知道 咱们云生 一 绝不碰外面的妞儿 二 绝不在外面瞎混 咱们知道老规矩 说了的人 可是要在同学楼包场一次的 周围的人 看着他们二人上前搭话 也只是小声地议论了起来 年轻的公子哥们 对身边新任的女伴 介绍着那三个人 那位 是副总 副云生 二十岁不到 云腾集团总裁 是上边那位人物的侄孙 京都桂圈第一太子爷 另外两位 是副总的好友 一个叫乔阳 在军部任职 另外一位 叫陈旭 是政界大人物的儿子 介绍归介绍 他们可没傻到 把他们的职位给暴露出来 不过是想跟身边的女伴 炫耀一把罢了 总而言之 这里的人都很牛批 十分牛批 飙车的马达声 一阵又一阵地响起 让这有些凉意的山上 像是添了一把火 燥热了起来 傅云生看着车道上 一辆又一辆 转眼就没眼的车子 一向冷静淡定的他 今天竟然有些 耐不住他们的挑衅 把车钥匙在手上甩了一下 握在手里 瞧了面前的俩人一眼 嘴角微勾 输的人 不但要在同阙楼包场 还要脱光了衣服 在这山上裸奔一圈 乔阳 啊 陈旭 What 周围听见这话的人 都纷纷开始纷纷起哄 哈哈哈哈 乔老大该不会怂了吧 我靠 傅少这算不算亲自上场 手撕渣渣 来来来 吓住啊 傅云生直接进了车里 要是插进了方向盘 发动了引擎 乔阳 云生不带这样的啊 你要是敢多跑一米 都算犯规 边说边上了自己的车子 傅云生笑了 陈旭也连忙上了自己的爱车 开始发动引擎 自然这一批的车道上 也不止他们三人的车 想玩副总赌局的人 那可不少 灯 随着绿灯的声音一响 所有的车都像是箭一样的射了出去 转眼就消失在了前方的弯道上 叶安拄着一根较粗的树枝站了起来 一瘸一拐地走出了林子 车子的光亮和马达的声音 几乎是电视火花一样 从他面前呼啸而过 飙车 这是他脑海里第一浮现的两个字 正好他愁没有办法下山 他的耳朵听力很好 那些车子都应该经过改装 他们的速度明显和硬件有些不匹配 咦 有一辆车是没有经过改装的 而且 那辆车已经离他越来越近了 叶安计算着那辆车的距离和速度 忽然往前走了几步 停在了路的中间 傅云生虽然车技不错 但是比那帮经常飙车的顽固子弟 还是落后了一些 再加上 他们早就对这座山的地形 了解得滚瓜烂熟了 所以他在第一圈就被甩在了后面 想到他刚才下的赌约 忽然有些后悔了 明天让路七来这山上 替他裸奔吧 就在这时 傅云生看到前方一百米处的那道身影 脸色骤变 手下按了好几次喇叭 可那道身影仍然是一动不动 第六章 你对碰瓷有什么误解 真是见了鬼了 终于在最后 只剩下二十米的距离 傅云生一个紧急刹车 差点把自己给甩飞出去 才停了下来 一向沉稳的他 这个时候也忍不住想爆粗口 他看着车子前方 距离车身仅仅只有五十公分的人影 女人皱了皱眉 直接开门下车 上下打亮了叶安一眼 小腿夹着木棍 像是骨折了 黑灯瞎火的 也看不清什么 那张脸上也脏兮兮的 倒是那双眼睛清澈透亮 跟能反光似的 想死 傅云生语气沉冷 忽然出现在叶安面前的男人很高 起码比他高一个半头 白色的衬衣在黑夜中很是显眼 英俊的五官轮廓分明 眉眼深邃 正愈怒地盯着他 叶安仔细搜索了一下身体里的记忆词库 好像这种情况被称之为 碰瓷 他一本正经地回答 傅云生 他还第一次见碰瓷碰得这么理所应当的 见眼前的男人 恨不得把自己给弄死的模样 又接了句 你怕是对碰瓷有什么误解 傅云生眼神微冷 我看你才对碰瓷有什么误解 算了 就当是出门不利 他该庆幸他不是女鬼 他从衣兜里扔出一叠钞票 转身就准备上车 叶安从地上把那叠钞票捡了起来 淡淡道 你在飙车 我可以帮你赢 傅云生的脚步顿了下来 看着站在逆光灯中 目光坚定的少女 你在开国际玩笑 叶安却看了眼不远处 声音带着和他年纪不符合的沉冷 你们应该才跑完第一圈 他们的车子大多是时速310公里 这山上弯道很多 跑完一圈最快也要10分钟 加上这里耽误的5分钟 我可以让你在第三圈就追上他们 傅云生眉眼明显地动了一下 看叶安的眼神也发生了一点变化 最后叶安谈出了自己的条件 我帮你赢 条件 送我下山 去医院 又补充了句 当然 钱我不会还你 看了一下叶安 然后转身走向了副驾驶座 上车 反正他也是输 倒想看看这个碰瓷的 能搞出什么花样来 叶安脸色沉静 拄着树枝 走到驾驶位上坐了下来 关上车门 他把树枝弄断 把粗的部分当做自己的一条腿 他左小腿骨折 踩不了刹车 只能用树枝代替 右手单手操作方向盘 他虽然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但是好在双手能用 一条腿暂时也还能用 明明看上去根本不可行 可在他有条不稳的动作下 车子竟然发动了起来 傅云生本来以为这个女人就是作戏 但没想到 他竟然真的把车发动了 眼神也微微变了变 叶安单手操作方向盘 目光直视着前方 那种眼神 坚定认真的 根本不像是普通人 傅云生曾见过 他见过帝国最为优秀的狙击手 在瞄准猎物的时候 也是这种眼神 抓稳 叶安忽然开口 傅云生皱了皱眉 但身体却下意识地抓紧了 车子头顶的把手 就在他刚抓稳 车子在弯道的地方 一个漂亮的飘移 直接滑了过去 第七章 邱明扇车神 而傅云生的身子 也差点都被甩了出去 他也不敢小看身边的 这个奇怪碰瓷的女人了 稳稳地抓住上面的把手 眼神却是一眨 也不眨地盯着叶安 像是飞药 从他脸上看出什么来 车技不错 他佯装镇定 淡淡开口 叶安单手不断地操纵着方向盘 随口说了句 以前给家里送过几年豆腐 邱明扇车神 傅云生下意识地接了句 叶安冷淡地看了傅云生一眼 却没有再搭话 只是专注着眼前 而傅云生这时才看到 叶安的后脑勺 背后身上多处都是凝固的血 而现在那些血又渗透了出来 龙玉的血腥味 瞬间充斥了整个车厢 傅云生眼睛里滑过一道冷光 你放心 能撑到最后一拳 叶安以为他在担心 他会撑不下去 傅云生皱了皱眉 却也没说什么 就在比赛进行到第三圈的时候 忽然 一辆银白色的车子 以氛围之势追了上来 转眼就超过了大部分的车 很快就挤到了前列 不会吧 那是傅少的车 怎么会这么快 我刚没看错吧 那是什么漂移 没见过呀 在前面的乔阳和陈旭 也都从后视镜里 看到了后方追上来的银白色车子 心里也都惊讶不已 云生是去进行过什么秘密训练了吧 否则车技怎么会提升得这么快 终于 比赛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最后一拳 处在第一梯队的 仍然是乔阳和陈旭的车子 而那辆银白色的车 紧随其后 傅云生目光定在夜安的身上 车厢内 此时已经满是血腥味 他的脸色和嘴唇都越来越白 如果他不是知道 他们之间有着交易 知道他是一个人 恐怕都要以为自己的车子 是一个女鬼在驾驶 他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座山上 又为什么会伤成这副样子 一连串的问题 在傅云生的心中划过 可他一个字都没问 静默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就在他一个分心的功夫 车子陡然提升了速度 表盘已经转到了最大 指针几乎都快从表盘里撞了出来 抓稳 夜安再次开口 傅云生不敢拖打 他知道 这个女人 好像什么都能做到 夜安双眼微眯 油门加大了马力 方向盘猛然一阵转动 忽然 只见那银白色的车子 转眼窜出了几百米 所有人都呼吸一致 傅少在做什么 当然 此时对于乔阳他们来说则是 该死 傅云生那个混蛋 在做什么 这里是山道 用这么快的速度 会车毁人亡的 不就是个裸奔吗 这么拼命做什么 只见那辆银白色的车往最前方 乔阳和陈旭两辆车狭窄的中间 冲了过去 靠靠靠 傅云生你想干嘛呀 你要死 也别拉上我们啊 俩人破口大骂 想把车子移开 可是根本已经来不及了 傅云生把耳朵里的耳脉取了下来 扔到了一边 郭躁 看着旁边淡定驾驶的少女 他竟然相信他 真是见了鬼 手却还是很诚实的 抓住了两边的把手 第八章 赢了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车子会撞上去的时候 只见那车忽然侧翻了过来 硬生生从那两辆车中间擦了过去 对 是擦了过去 他们都看到一闪而过的火花了 银白色的车擦过去之后 便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由于惯性在地上颤抖地摆了摆 打了半个圆圈之后 车尾一摆 划过了山体的转弯处 在大家后知后觉的转过弯的时候 那辆车已经停在了终点了 所有人都惊了 这是什么操作 乔阳现在简直想骂人 看着停在终点的车 这真他妈操弹的刺激 他还以为他们撒小命都得给交代了 傅云生现在还有点没缓过神来 甚至有点回味刚刚所发生的一切 赢了 他的精神和力量也到临界点了 傅云生刚把目光转向叶安 就听见一阵冗长的喇叭声 叶安整个脑袋 直接砸到了方向盘上晕了过去 他立刻松开安全带 打开车门 守在终点的人正要上去祝贺一下 却见到傅少 竟然是从副驾驶位上走了出来 还没反应过来 就见到傅云生快步走到了驾驶位 从里爆出了一个 几乎浑身是血的女人出来 这 这什么情况 傅少飙个车 难道还顺路杀了个人 看着怀里的那张脏兮兮 却十分清秀的小脸 傅云生心里 竟然第一次生起一种 名为心疼的情绪 少爷 陆七连忙走了过来 马上联系荣月 让他立刻赶到紫园 傅云生沉申吩咐 是 陆七疑惑地看了眼傅云生怀里的人 马上打电话联系人 这个时候 后面的飙车大军也抵达了终点 乔阳和陈旭也都纷纷下了车 直接朝着傅云生走了过来 正想好好问问傅云生 这简直伯父级的操作 到底怎么回事 却看到他手里竟然抱着一个 还在滴着雪 穿着像是学院制服的女孩 俩人还都没反应过来 傅云生已经抱着那个女孩 进了车内 陆七也坐上了驾驶位 油门一踩 车子就已经只剩下个车尾罢了 什么情况 乔阳皱眉 直接拉过了一个人 问怎么回事 乔老大 那个女人是傅少车里的 好像 好像车子到终点的时候 是那个女人坐在驾驶位上的 那公子哥 设于乔阳的武力职 连忙说道 文言两人都是一惊 驾驶位 刚刚是那个女人在操控那车子 陈旭双手随意的插在裤兜 唇勾了勾 把这山道上的监控调出来 我倒要看看 这女人 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 夜暗的意识 还没有完全苏醒 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药水的味道 得知自己是在被治疗 他才放下了心来 还好 那个男人没有失言 他的伤势 他很清楚 即便他重生了过来 一旦不快速接受治疗 他一缓苏醒了过来 但是以这具身体目前的情况 他既无法睁开眼睛 也没有办法动弹 除了他之外 房间里还有两个人的呼吸 不错 只要有呼吸 他就能知道周围到底有没有人 这是他曾经训练出来的一种本能 第九章 麻烦你 对我尊重一点 穿着白大褂的年轻男人 将手放进水盆里 手上的血力码 将整盆水都染成了血水 拿一旁的帕子 把手擦干净 我说 这女孩 你从哪捡回来的 荣岳转头看像 坐在一旁椅子上 一副显懒模样 眼睛却盯着床上熟睡的少女夜安 就这伤 早就该死了才对 竟然还会被你捡回来 还吊着一口气 荣岳一边不可思议的说着 一边将手术工具 都收进了自己的工具箱里 怎么伤的 傅云生看着床上 几乎浑身都裹满了绷带的少女 危险的眯起了双眸 我说是坠楼 你信吗 荣岳自己也觉得好笑 温润斯文的脸上 流露出一丝疑惑 这么严重的脑颅损伤 多发性骨折 全身上下多处软组织挫伤 而且脑出血量极大 除了坠楼 我还真不知道 是怎么伤的了 我刚给他做了下检测 除了伤 他大脑的运作 和所有的神经系统 好像都没什么问题 荣岳摇了摇头 手里把玩着 那还没放进去的手术刀 真想把他的脑子切开 研究一下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句话还没说完 就接到旁边的男人 冰冷的目光 荣岳立刻收拾起自己的东西 就准备离开了 刚走两步 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 十分严肃且认真 傅少爷 我可是特级军医 特别强调了特级两个字 麻烦你对我这个白衣天使 尊重一点 傅云生上下打亮了荣岳一眼 薄唇一弯 白衣天使 荣岳对这四个字 还是很受用的 快滚 傅云生嫌弃出声 哦 荣岳一副受挫的模样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现在总算明白 为什么那些小说里 治不好陪葬的炮灰医生了 因为他就是啊 傅云生看着床上刚缝合完伤口 浑身都几乎包裹着绷带的少女 深邃的眼睛半眯了起来 坠楼 坠楼的情况 无非是分为两种 要么被害 要么自杀 如果是自杀的话 他绝对不会在山道中出现 让他送他去医院接受治疗 所以答案自然是前者 被害 年纪不过十五六岁的模样 还是一个学生 又是怎么遭遇被害抛尸的呢 至于那个学院制服 他记得 那个学院是京都第一高校紫微星学院 而且 在那个时候 他还能那么冷静拦下他的车 甚至和他达成条件 并且完成了自己的诺言 那样的车技 就算是世界一流的赛车手 都不见得有吧 他 到底是谁 又到底遭遇了什么事 傅云生近二十年来 第一次心中对一件事物的好奇心 膨胀到了自己所无法掌控的地步 一按微弱的呼吸声 在整个房间 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 但是为了让身体 能够好得更快一些 所以 他一直都没有醒来 但是他知道 有一道目光 一直粘在他的身上 那道目光 和当时在车内 投在他身上的目光一样 洗礼忧生 就像是黑夜里的阴笋 盯上猎物时的眼神 还有着一种审视和好奇 第十章 扯平了 我没说过扯平 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 叶安终于睁开了眼睛 目之所及 是一个低调 却又奢华至极的房间 房间很大 整个房间都是一片简单的白 而他的手上 头上 腿上 要么被绑着 要么被吊着 上面还吊着一瓶水 皱了皱眉 这里的医学也太落后了 在末世 无论是科技还是医学 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顶峰 而医学上 如果像他这种情况 会直接打一针细胞再生的激素 新生的细胞 会直接替代坏死的细胞 让他在短时间内 就能将体质恢复到巅峰水准 房间里这个时候没有人 他看着插在自己手臂上的针管 目光毅力 忽然 那针管竟然神奇般的自己 从他的血肉里拔了出来 叶安心里狂喜 他的异能还在 原来他的异能并不是消失了 而是因为之前的身体太过虚弱 所以没有办法使用 而在治疗的这段时间内 他有感觉到 他身体的机能恢复的速度极快 这不是这具身体应该有的 反而像是他以前的身体 所以他隐约觉得 也许他的异能根本就没有消失 事实也果然如此 找回了异能 叶安心里也有了不少安全感 在这个身体的记忆里 似乎还没有接触到 这个时空这个世界 有关异能的存在 不过 这并不代表没有 叶安不敢掉以轻心 既然漠视的人类能进化出异能 不代表别的时空的人 没有进化出异能 他在这里治疗的时间 已经有五天了 他必须回到叶甲 否则 叶宁肯定会弄出 他已经死亡 或者消失的消息 到时候再回去 就不免有些麻烦了 他艰难的起身 将身上所插着的针管 全都拔掉 看来 你真的很想死 凉凉的声音 忽然在门口处的地方响起 叶安抬起头 只见一个高挑俊美的男人 懒懒的已在门口 正在注视着自己的举动 是你 叶安的声音 没有任何起伏 谢谢你救了我的面 不过既然我帮你赢得了比赛 我们之间也就扯平了 傅云生皱了皱眉 明明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 老成的却像是个 身经百战几十岁的人似的 这个女孩的资料 她早就已经查到了 仅凭她的制服 很容易锁定她的身份 京都第一高校 紫微星学院 专属京都高干豪门子弟的学府 而她的身份 前军部将军叶建国的孙女 县军部上校叶震东的大女儿 叶安 扯平了 她笑 我可没说过扯平了 她走过来 高大的身影 瞬间将叶安拢在了阴影之下 看到她扯下针管的地方 还在往外 冒着小血珠 眼底微深 叶安从容地看着傅云生 不卑不亢 声音有些冷沉 既然在山道的地方 我就和你达成了条件 那么 无论条件是否平等 交易已经成立 如果你要从我这儿再获得什么 那么 数不奉陪 她从来说一不二 更不会对敌人 男人非要纠缠不休 她也不会介意在这个时空杀第一个人 第十一章 还在发育期 总会长大的 傅云生眼神领了起来 看了叶安半晌 虽然刚刚的杀意一闪而过 但她还是感觉到了 忽然觉得有趣 你想杀我 声音凉的 像是贴着肌肤的刀刃 危险至极 叶安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不介意 她手上沾染过的鲜血 何止千万 多一个 也实在算不得什么 傅云生双眸咪了起来 高大的身子压了下来 可我现在却随时都能要了你的命 她压低了嗓音 明明听起来那么危险 却好听得要命 叶安眼神从容淡定 即便是受了伤 背脊却挺得笔直 就像是长期经过训练一般 你可以试试 没有一点害怕 语气里甚至带着一点郁郁郁郁市 俩人目光相对 那双黑白分明的心眸里 没有一点退缩和胆怯 傅云生将身子撑了起来 但高大的身影 依旧融在叶安的上方 这种感觉 让叶安心里莫名的有些不爽 淡淡开口 我要离开 你这女人 就不会温柔点说话 傅云生刚说完 好像察觉到自己说的不对 打量了一下叶安的小身板 在她胸前停留了一下 嘴角轻挑 哦不对 你还不能称之为女人 叶安皱了下眉 她一向说话都是这样 温柔 那是几个意思 面对傅云生的打量 感觉到了她眼神里的鄙视 她很认真的说 还在发育期 总会长大的 傅云生 看傅云生嘴角抽出了几下 叶安以为她不幸 补充了一句 真的 傅云生 她是捡回了一个外星生物吗 我要走了 叶安边说 继续拔掉插在自己胳膊上的一根针管 你现在这个样子离开 是不想活了吗 傅云生冷声开口 语气有些愤怒 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伤得有多重 叶安脸色依然没有什么大的波动 看向傅云生 察觉到她并没有恶意 才说 我不会死的 我的伤已经好很多了 我必须要回去 早一天回去 就能让自己后续的麻烦减少一点 眼神很坚定 坚定到傅云生都有些动容 傅云生扔了一件衣服 在叶安的身边 看了下 她几乎满身都是绷带的身体 像是刻意难为她一般 能自己换上吗 叶安皱了皱眉 沉默了一下 能 傅云生嘴角轻轻挑了一下 把衣服穿上 我就放你离开 否则 就算你走得出这道门 你也走不出这个庄园 叶安双眼镇定地盯着傅云生 她说的不错 这个庄园外面 她能感觉得到 有很多人 甚至还有着很多未知的危险 如果这个男人不肯放他离开 即便他能从房间出去 也走不出这个庄园 甚至走不出这个房子 叶安又看了看 自己被捡得破破烂烂的衣服 身上绝大部分 都缠着绷带和药水 二话不说 直接把身上的破烂的衣服 撕扯开扔到了地上 薄薄的一层粉色胸衣 顿时暴露在了空气当中 第十二章 转过去 我不 傅云生 她直接站在原地愣了一下 然后下意识地转过了身 面脱衣服 你这个女人到底还有没有羞耻心 她只觉得 她这二十年的休养和淡定 都毁在了这个女人的手里 这是一个正常的女孩 能干出来的事吗 等等 她转身做什么 傅云生有些后悔了 又不是没见过女人 每天对她头怀送抱 苏兄半路魔鬼身材的女人 不知道有多少 可没一个小豆芽菜 她至于转身吗 叶安动作稍微停顿了一下 以前作战的时候 她都是直接换做战服 这有什么羞耻的 不过 那时候她里面都会穿一件 更薄的防弹礼仪 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胸衣 这个时候 傅云生又转过了身来 目光恰好跟叶安 一起落在了她粉色的胸衣上 叶安抬起头 目光直视着傅云生 冷声道 转过去 终于在叶安的脸上 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情绪 傅云生像是发现了 什么新大陆一样 眼里划过一抹性慰 抄起手 从嘴里吐出两个字 我不 叶安的脸颊上 微不可见地泛起了一丝微红 但很快就被她的情绪 叶安咬着下唇盼 她很能审视多事 她现在根本不能和眼前这个男人应来 她才重活一世的命 可不能就这么随便就丢了 叶安冷瞪着傅云生 手中也开始艰难地穿起了衣服来 可她的手臂上的绷带 实在让她难以把衣服穿进去 索性手一拉 把绷带直接撕拉了下去 傅云生皱了皱眉 目光落在她红肿的手臂上 叶安的手臂骨折才刚结好 动起来还是有些困难 不过还是忍着痛将那件衣服 穿了一半套到了身上 傅云生就这么看着叶安 一点一点艰难地 把那件衣服穿了进去 动作坚定地 根本没有一点放弃的念头 就连疼痛都没有哼出一声来 可她的眉头却皱得更深了 穿好了 我要走了 叶安松松垮垮的衣服在身上穿着 把她本来就娇小的身子 衬得更孱弱了 傅云生言出必行 可以 叶安根本没等她同意 直接下了床 可因为小腿出的骨折 让她直接一个 裂且摔倒在了地上 傅云生冷眼旁观 叶安看了眼自己小腿 骨头已经结好了 只是暂时走路会有一点困难 没什么大碍 她又站了起来 背脊笔直 一步一步地朝着门口走了出去 一路上丝毫没有看傅云生一眼 落地窗外照进房间内的夕阳 在傅云生的脸上 打上了一层淡淡的阴影 阴暗交错中的脸 只让人觉得有些迷美而邪了 你叫什么名字 男人的声音忽然响起 叶安一蹶一拐 走到门口的步子 忽然顿了一下 叶卫国 还是告诉别人大明 比较礼貌一些 傅云生的嘴角 好像有些军烈 叶安却已经继续走了出去 傅云生盯着那越来越远的背影 直接拿起了手里的电话 让他离开 好的 少爷 第十三章 裸奔了吗 陆七按下傅云生的电话 疑惑 这女人到底啥来裸 不但是少爷第一个带回庄园的女人 还是第一个少爷 亲自让他送出去的人 疑惑归疑惑 少爷吩咐的事还是要办的 拿出手里的一个遥控器 按了几下 瞬间 整个庄园的卫队 和远程人工智能 统统接到指令 叶安在走出庄园的路上 畅通无阻 面前的大门 也像是有人控制一样 自动打开了 他也没有觉得惊讶 末世的高科技 比这厉害多了 只是心中对这个男人的身份 开始有些好奇 看来 他好像碰瓷了一个不得了的人物 但愿以后不要给他惹来麻烦 穿着一身 只是西装的路漆 走进了房间 少爷 他已经离开了 傅云生淡淡的嗡了一声 眼神只是盯着落地窗户的外面 神情有些不悦 陆七继续补充了句 少爷 庄园外围的监控拍到那位小姐 在外面拦了辆出租车 上了出租车之后 就往南边的方向离开了 边说 陆七还拿出了一个小本门汇报 那辆出租车的车牌耗时 我让你系车牌好了吗 傅云生声音起伏着一点愤怒打断 那个不怕死的女人去哪 坐的什么车 跟他有什么关系 陆七立马闭嘴 少爷今天的情绪好像不大稳定啊 过了一会儿 傅云生 车牌耗时多少 陆七 翻出小本本 是经A54SB 念完之后 陆七怎么感觉好像有点不大对劲 马上找到这辆车的公司 定位那辆车的行驶路线 傅云生冷声吩咐 是 陆七接到指令 就立刻下去办了 陆七出去之后 傅云生看向床上 被拆的凌落的绷带 和撕碎的衣服 眉头紧紧的凝在了一起 那个女人 叶家吗 就在这个时候 傅云生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云生 弟兄们都在同学楼等着你呢 说好了包场 我们说到做到 就差你了呀 手机那边响起了陈旭的声音 裸甭了吗 傅云生淡淡开口 那边的声音 骤然变得跟苍蝇大小似的 呃 穿着裤衩的算吗 嘴角勾起一丝微妙的弧度 声音却依旧冷淡 不去 正要挂电话 诶诶 等等 云生 你不想知道 那天你抱回家的那个女孩 是怎么回事吗 我们这儿刚好有那天山道上 拍到的一段监控视频 传过来 她命令师的口吻 双眸陡然眯了起来 云生 你这就不厚道了 这赌约可是你发起的 陈旭那边不满的声音 跟上了炮弹一样 突突突个不停 傅云生揉了揉眉心 好了 我等会儿就过来 成 小妹妹 目的地到了 出租车司机把车子 停在红院别墅区的外围 这里边我可就没法进去了 不好意思 那红院别墅区里 据说住的都不是普通人 除了里面业主的车 外面所有的车 一律不允许进入 整个红院别墅区 都是军事化管理 嗯 谢谢 叶安点了下头 然后从兜里拿出了两张钞票 放在位子上 直接下了车 第十四张 红院别墅区 哎 小妹妹 这钱多了 司机大叔换到 叶安下车之后 才忍着身上的疼痛 站稳身子 回眸淡淡的看了司机大叔一眼 多的拿去给孩子买奶粉吧 说完 便头也不回的 往红院别墅区的方向走了过去 司机大叔震了一下 看了眼 自己摆在车子上的一张 刚满月的娃娃的照片 心里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而对于叶安来说 反正那钱也不是他的 所以花起来也不心疼 不错 他身上的钱 就是傅云深那天晚上扔在地上 被他捡起来的那一大钞票 红院别墅区的大门 就在他眼前 在这个身体的记忆中 住在红院别墅区的 大多都不是什么普通人 有的是退役军官 有的是豪门高干 叶家就住在红院别墅区 当然 在京都 类似于红院别墅区这样的地方 并不止这一个 此时的叶安身穿一件 十分宽大的白色衬衣 几乎都将他那条学院式短裙 给整个拢在了里面 只露出两条白晃晃又孱弱的长腿 看上去 他整个人孱弱的可怕 就像是一片薄薄的白纸 风一吹 就会被吹走似的 他背脊挺直 深吸了一口气 只见叶安的双眼 骤然凝了起来 过了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才恢复了长色 他活动了一下身体 这下 身体已经没有之前那么难受了 那些伤口也都看不到了 整个人看上去 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用操控系异能修复身体 这是他从前经常做的一件事 但是 异能可以完成到什么程度 也取决于当时的身体素质和状况 叶安现在所能做到的 就是暂时恢复 愈合一些表面上的伤口 让他看上去 和正常人无异 实在是现在的身体太弱了 如果要恢复到受伤之前 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叶安一步一步 朝着别墅区内走去 叶大小剑 保安笑着打招呼 对于红月内的人 保安几乎只要一见面 就能立马喊出名字 叶安微微点了下头 直接进入了别墅区 看着叶安稳健的步伐 保安皱了下眉 怎么今天这叶大小剑 看着跟以前不一样了 精神气儿这么足的吗 叶家 偌大的客厅内 餐桌上的气氛凝重的可怕 已经这么多天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震东气得重重 拍了一下桌子 顿时吓得餐桌上的几个人 都不敢开口 叶宁心里有些打鼓 他也觉得奇怪 不应该啊 按理来说 这两天就会出现 叶安死了的消息 可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 连一点动静都没有 爸爸 我那天 看到姐姐和几个男同学 出去玩了 可能玩得开心 他忘了 给家里打个电话了 叶宁柔身安抚 这么一说 叶震东更生气了 小小年纪 就出去跟男同学鬼混 这都几天了 还夜不归宿 无法无天了 这是 杨芷彤给叶震东 咬了一勺汤 精致的脸笑得风情万种 年轻人妈玩得忘了回家 也是正常的 只是好像跟男同学 出去玩得夜不归宿 恐怕 传出去的确会坏了 女孩子家的名声 杨芷彤的话 无疑是在火上浇油 叶震东直接将他的手推开 面色越发阴沉 第十五章 叶宁好像不欢迎我回来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 叶安好像已经五天没回来了 餐桌上唯一一个 自顾自吃着饭 不受干扰的少年 淡淡开口 小飞你说什么 五天了 叶震东神色微变 叶震喝了口饮料 不咸不淡 好像是吧 五天了 为什么不报警 叶震东目光逼视着 一旁的杨芷彤 叶震东是前两天才回来的 所以并不知道 叶安已经失踪五天了 虽然这个女儿 并不讨她喜欢 甚至因为父亲的遗嘱 一事 让她更有些厌恶 杨芷彤看了一眼叶宁 叶宁立马开口 我和妈妈都以为 姐姐只是贪玩呢 所以没多想 而且 姐姐经常和那些人 在一起玩的 杨芷彤也附和 是啊 老公你多心了 叶安不会有事的 你不在的时候 叶安那丫头夜不归宿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碰 骤然响起了一阵门板声 让他们都吓了一跳 还以为谁把门拆了 目光纷纷朝着门口看去 林嫂也慌忙地跑到门口 却见一道身影逆光 出现在她的眼前 竟然都没缓过神来 发生什么事了 叶震东问 林嫂这才反应过来 老爷是安安小姐回来了 听到林嫂的话 叶宁整个人都愣住了 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不可能 不可能的 眼珠子瞪大了 往门口望去 叶安一步一步 从门外走了进来 眼神一一扫过 餐桌上所有把目光 注视到她身上的人 唯一的一个中年男人 军人做派 五官周正 是她的父亲 叶震东 穿着一身性感 红色连衣裙的女人 年纪三十多岁 却保养得像二十出头的女人 她的继母 杨芷彤 心里威责了一下 脸上的粉可真厚 目光在她身上游移的少年 和她有着七八分的相似 是和她一母所生的亲弟弟 叶霏 而另外一个满目惊恐 慌乱的少女 就是恨她入骨的妹妹 叶宁 也就是杨芷彤的女儿 看向叶宁的时候 嘴角微不可见地勾了一下 淡淡道 我回来了 叶宁手都几乎再发抖 这个贱人 不是死了吗 就算不死 也不可能完好无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 你是人是鬼 叶宁鬼使神拆地问了出来 整个身子都躲在了杨芷彤的身后 杨芷彤打了一下叶宁的手 暗示叶宁说错了话 宁宁 你说什么呢 叶安笑了一下 语气有些疏冷 叶宁好像不欢迎我回来 叶宁一双眼睛瞪得老大 左右看了一眼 建筑上的另外几个人 都奇怪地盯着自己 重重地吞咽了一把口水 我 杨芷彤连忙打圆场 从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宁宁是这两天看恐怖片看多了 所以才有些失态 说完不满地盯着叶安 怒斥 你看看你 都把你妹妹吓着了 你这几天又去哪鬼混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一回来就凶你妹妹 到底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了 第十六章 她是什么身份 杨芷彤一副女主人的身份 呵斥着叶安 叶安眉心平了平 杨芷彤她的继母 和叶宁一样讨厌她 在这种大家族中 极为注重原配 尤其是原配本身身份地位 十分高的情况 那么二婚和续贤的地位 都会远远低于原配 甚至 按照这种老派家族的规矩 杨芷彤还应该尊称叶安的母亲 一生姐姐给她上香磕头 更何况 叶安的母亲 可是京都荣华集团董事长的女儿 而杨芷彤的身份 虽然没有人说 但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个女人 是叶震东在外面一夜露水鸳鸯带回来的 自然 叶安的地位在家里 也应该不低才对 也不知道是怎么混到现在这个爹不疼 爹不喜的 爹不得 叶震东拍了一下桌子 怒瞪了杨芷彤一眼 他才是一家之主 什么时候轮到他说话的份 杨芷彤这才闭上了嘴 安抚起了叶宁 叶安却冷笑了一下 我为什么现在才回来 叶宁应该很清楚吧 看叶宁的样子 好像以为我已经死了 话说到这里 叶宁也不再那么害怕了 他知道 叶安根本没有死 那天 或许他只是晕了过去 如果叶安要告状 只要他打死不认 爸爸妈妈就根本不会相信他的话 姐姐 我们这几天一直都很担心你 而且 那天我是看见你跟那几个男孩子走了的 所以我才有些担心 叶宁的模样有些委屈 依靠在杨芷彤的身上 叶安 妹妹的名字 是你直呼的吗 一点礼貌都没有 这些年学都白上了 一点教养都没有 叶震东忍不住怒声骂了叶安 叶安容色淡淡 眉角轻挑了一下 我可不记得 我妈给我生了的妹妹 这话一出 在场的几人都愣了 原本低头吃饭的叶飞 也抬起了头 看着叶安 眼前这个声色力然的少女 真的是他那个只会哭闹 没什么用的姐姐吗 杨芷彤一听 立刻渲染欲气了起来 震东 呜 叶安不认 我这个妈 我为这个家做牛做马这么多年 带着三个孩子 最后连孩子都不认我 呜 好了 叶震东随便安抚了一下杨芷彤 我妈是京都荣华集团董事长的女儿 她是什么身份 叶安的语气里有些嘲讽 明显的在打压杨芷彤的身份 出去演了一趟 越发的没叫养 叶震东气的发抖 怒喝了一声 军人的威严 让所有人心里都跟着颤了一下 说 这几天 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是不是又做了什么丢脸的事 还有 你现在这个样子 是怎么回事 叶震东指着叶安连 问了三个问题 叶安神太自若 看了叶宁一眼 诡异的笑了一下 这一笑 让叶宁顿时头皮发麻 五天前 妹妹告诉我在校外有人找我 我就去了 结果没想到 那几个人竟然把我抓了起来 后来我费尽千辛万苦 才从那他们手里逃了出来 受了些伤 晕了过去 不过幸好被人救了起来 直到今天才回来 第十七章 叶安 饭量大 爱吃肉 叶安淡淡的解释 而就在他说话的期间 明显的能够看到 他身上的伤口 还是渗出了血来 而他还像是由不自知似的 新红色的血液 在白色的衬衣上 显得格外刺眼 叶飞的眉头也皱了皱 甚至有些忍不住 想开口喊出那两个字 但最后还是憋在了喉咙 眼里竟然浮现了一丝担忧 而这样的场面 看得叶震东 一时都失去了言语 你 叶宁和杨梓彤二人 甚至害怕得抱团缩在了一起 叶安淡淡笑了一下 看了眼桌子上的餐点 迈着刚正的步子走上前 拉开凳子 坐了下来 背脊笔直 那坐姿 甚至比叶震东 这个军人还要标准 桌子上的所有人 都把目光锁在她的身上 此时却都静默得有些诡异 叶安很快地吃了几口 就扒了整整一碗饭 再来一碗 叶安的话 打破了这诡异安静的氛围 是 安安小姐 林嫂愣了一下 立马上前为叶安剩饭 餐桌上的众人 还是叶震东率先反应过来 还不快去上药 林嫂 带叶安回房 林嫂刚好将米饭盛了过来 看了叶安一眼 安小姐 叶安筷子重重地煮了一下桌子 命令式的口吻 先吃饭 说完 叶安又迅速地跑完了一碗饭 众人再一次话语堵在了喉咙 叶安吃饭的速度很快 从前在末世 哪有什么时间让他们慢慢吃饭 他们必须时刻保持戒备状态 就算吃饭也有严格的要求 否则 也许敌人就会在你吃饭的时候 对你进行偷袭 或者是潜入到你附近 吃完之后 叶安才觉得腹中的饥饿感被填满了 站了起来 你们慢用 说完也不顾大家 像是看怪物的眼神 直接上了楼回自己的房间 过了一会儿 叶震东才看着叶宁冷冷到 宁宁 吃完饭之后 到书房来一趟 叶宁顿时下的脸色惨白 是 走到楼梯的时候 叶安嘴角才浮现出一抹浅淡的笑意 他刚刚故意让自己的伤口裂开 就是为了增加自己化的可信度 以自己在这个家庭目前的地位 他说的话 叶震东必然不会信 所谓眼见为实 还不如让他们受点惊吓 至于他和叶宁之间的仇 不急在这一时 他 从来都有耐心狩猎猎物 吃饭 叶安回房之后 叶震东拿起筷子准备吃饭 可他一双筷子刚伸向菜盘的时候 却发现 桌上的菜都只剩下了零星的一点 一块肉都没剩下 叶飞盯着餐桌上 眼里不禁闪过些什么 不苟言笑的少年嘴角 竟然隐约地浮现出了一抹笑意 心里也得出了一个结论 饭量大 爱吃肉 叶震东有些郁闷地放下筷子 林嫂 再去做一份 是 老爷 叶安回到房间之后 就立刻有下人送来了医药箱 安安小姐 需要打电话给医生吗 送医药箱过来的 也是叶家的下人 不过年纪比较小 大概二十岁左右 叫雪梨 不用 叶安接过医药箱之后 就关上了房门 自己开始处理起伤口来 虽然伤口的崩裂 是他自己造成的 但为了看起来十分严重 伤口确实崩裂得比较厉害 第十八章 小猪佩奇身上纹 一边处理着自己的伤口 一边打亮了一眼自己的房间 房间内满是少女粉 还有 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毛绒玩具 床上还放着一个 长得很奇怪的家伙 叶安有些好奇 走到床边 把那个毛绒玩具拿了起来 仔细在脑海里搜寻了一下 关于这个玩偶的名字 小猪佩奇 什么玩意儿 在记忆的信息中 这个粉色鼻子 看起来比脑袋还大的家伙 竟然是这个 新落帝国知名的明星 甚至许多人喜欢它 喜欢到了把它闻在身上的地步 只要是有关于这只猪的所有东西 都会立刻遭遇疯抢 还有一句风靡整个新落帝国的话 小猪佩奇身上闻 掌声送给社会人 一只猪 竟然掀起了一股狂热的潮流风暴 叶安忽然觉得 他有些不太懂 这个时空的流行趋势 当初在末世 最流行的东西 无非是最新研制出的高科技产品 一伙新型的重型武器 而每样东西 身为东部军区第一指挥官 叶安都是第一个拿到的 也是第一个进行实验的 摇了摇头 把这只粉红色的玩意儿 扔到了一边 虽然叶安个人 更喜欢简单干净的军绿色 不过对这些颜色倒也不排斥 给伤口止了血之后 休息了一阵 就去洗了个澡 重新换了身衣服 躺在床上开始休息 童雀楼 所谓童雀楼 就是京都最大的娱乐会所 只要你有钱 在这个地方 想做什么都可以 哪怕你想在这里 看一出活春宫 都有人替你安排 而京都桂圈的一流公子哥 无疑是这个地方的常客 对于童雀楼的人来说 那可是活财神 更何况 这帮人不仅有钱 还有权 傅云生的皮鞋刚一踏进去 就立马有人上前迎接 还没走几步 但凡是周围的工作人员 都停下了脚步 都垂手笑脸迎接 傅少 果然是包场 童雀楼里 现在没有一个客人 童雀楼内的布置和建造 和宫殿十分相似 只是不同于宫殿的庄严 更多了一种风流奢靡 都不用傅云生开口 傅少这边请 陈少爷他们都在楼上等您呢 傅云生淡淡点了点头 跟着他上了两亿侧开的楼梯 云生 你来了 刚一进入大厅 就看见一众年轻的男人 半场着衣衫 每个人都几乎搂着一个妞 一边喝着酒 有的还时不时地摸了 身边的女人几把 惹得女人交互连连 傅云生嘴角勾起一丝脾气的笑意 单手抄在裤兜里 看来乔阳和陈旭 这次大出血了呀 哈哈哈哈 大厅里响起一阵打去大笑的声音 云生 我的心都在滴血啊 乔阳手捂着自己的胸口 颇有垂胸顿足的意味 早知道就不跟你打赌了 这是我两个月的工资啊 傅云生嘴角含笑 没稍挑了一下 是吗 说起来 我前两天刚打赏 给了陆七一点小费 好像跟你两个月的工资差不多 我靠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乔阳不满的低声嚷了出来 然后马上语气一转 狗腿的问 你家还缺下人不 第十九章 有钱当然可以为所欲为 这一下 把在场的大家都给逗乐了 纷纷比试 乔老大 你节操呢 哈哈哈哈 乔老大 你节操喂狗了吗 傅少家还缺下人不 带我一个呗 就是就是 陈旭俯额恨铁不成钢 你们这些人 真是 以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吗 傅云生笑意微生 从兜里拿出一张支票 签了个字 今天的场 我包了 签完字就递给了身边的服务员 陈旭和乔羊二人互相看了一眼 双眼发光 十分默契的一起狗腿了一把 为所欲为 为所欲为 有钱当然可以为所欲为 来来来 傅少快快坐下 我给你捏捏肩 乔羊 陈旭 傅云生 混京都圈的人都知道 这三人 可以算得上市铁三角 因为家事的关系 所以三人自小就认识了 长大了之后 又都成了这一伙纹红子弟的头头 而这一个圈子 都是京都帝国所有高干的子弟 但是傅云生 自从一年前开始接管家业之后 就很少跟这些人混在一起了 别看乔羊和陈旭俩人 在傅云生面前狗腿 实际上 这两个人任何一人拿出去 都是能够让军政两届 抖两抖的人物 除了他们自己的身份外 还有他们的家事 傅云生来了之后 大家的热情更高涨 几杯酒下肚 已经开始有人就在这场合上 玩起了一些下流游戏 把东西给我 傅云生对这些自然是没兴趣的 直接对陈旭开口 乔羊大手拍住了傅云生的肩膀 大家也好久没聚聚了 先玩啊 乔羊五官俊挺 身材高大 是绝大多数女人心目中 所喜欢的类型 所以乔羊的风流债着实不少 在外面的妞儿 也一个接一个的换 陈旭虽然生了一双桃花眼 但是陈旭有洁癖 就算上外面的妞儿 也只会要出 唯一算得上干净的 恐怕要说傅云生了 傅云生这些年来 虽说绯闻上的女人不少 可乔羊和陈旭都知道 傅云生才是真正不吃肉的和尚 所以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的 想把傅云生变成 彻底的男人 然而每一次想法 刚还没实行的时候 就已经被傅云生 直接掐死了 我说过的话 不想说第二遍 傅云生嘴角微勾 似笑非笑地 看着乔羊和陈旭 威胁的意味极为明显 陈旭摸了摸鼻子 得 咱换个地儿说吧 他们对于得罪了傅云生之后 黑料被闹得满天飞的下场 记忆深刻 傅云生从善如流 直接站了起来 跟他们一起换了一个房间 陈旭用遥控器按了一下 一幅三地投影的画面 便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而那画面 正是一辆无牌面包车 抛尸的画面 只见两个年轻的男人 将一个看上去 已经死了的年轻女孩 直接从面包车抬了下来 扔到了树林 左右观望了一下 马上开车逃离了 封山 咱们只有车道附近的监控 那些人是从小路上来的 所以拍不到他们 是从哪来的 也不知道之后去哪了 陈旭懒懒地靠在沙发上 一边看一边说 第二十章 批这一下快乐吗 乔阳也双腿分开 笔直地站在原地 双手抱胸 看着眼前的监控 那两个人应该是混混 车子是最常见的金杯车 没什么辨识度 从他们的表情分析 他们以为那个女孩 已经死了 乔阳曾经做过侦察兵 所以对这些东西 观察得十分细致 傅云生忽然说道 放大 现在的画面 正好停在其中一个男人 拖那个女孩的画面 陈旭愣了一下 然后又按了一下遥控 立刻那个女孩的脸 变得更加清晰了起来 但是从他额头留下 横过脸上的血液 让他的脸看起来有些恐怖 乔阳见眉皱了一下 脑炉有损伤 应该是经过什么重创所致 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 并没有遭受到他人攻击 乔阳思索了一下 应该是从高地坠落 害他坠落的人 就是那两个人 傅云生接着说道 毛子里泛起一丝冷意 我说 云生 上回在风山飙车 真的是他 陈旭半信半疑 虽然监控里 确实有那个女孩 上架史卫的画面 但这比开国际玩笑 更让人难以置信好吗 说到这里 乔阳也来了兴趣 对了 云生 你不是把他带回家了吗 现在怎么样了 傅云生看着那投影画面中 放大了的小脸 简洁明了的回答了两个人的话 是他 走了 乔阳和陈旭相视了一眼 挑了下眉毛 傅云生这看着 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啊 似乎坐久了 傅云生扭动了一下自己的脖子 发出一阵清脆的鼓响 你们知道 他是谁吗 傅云生纯现上扬 乔阳盯着傅云生的模样 看了一会儿 并没有回答傅云生的问题 而是深深的叹了口气 云生啊 幸亏你没让部队里那些 已经寂寞到生冷不计的哥们看见你 就凭你的姿色 那可以说是比女人更有吸引力了 乔阳调戏的话还没说完 陈旭已经能遇见他的下场了 很有先见之明的吃瓜看戏 果然 傅云生脸瞬间就黑了 转过来看着乔阳 忽然盯着他笑 乔阳浑身一冷 毛骨悚然 这同阙楼最近好像在招囊公关 我看乔阳你就很适合啊 气大伙好 威力连洲际导弹都比不上 要不要我现在打个电话 把经理叫过来 给你亮亮尺寸 现在就上岛 傅云生的话一说完 乔阳一个 猎切差点没站稳 陈旭原本只是憋着笑 这一下再也憋不住了 我的妈 这个可以哦 我要马上发个帖子 帝国少校误入歧途 走上南公关之路 该如何自持 在线等 挺急的 陈旭越说越起劲 刚一拿起手机 就被乔阳横过来演 陈旭当然只是开开玩笑 这一下 更是笑得前仰后合 乔阳你皮这一下快了吗 调戏谁不好 非得调戏傅云生 这不是 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吗 毕竟 傅云生的手段 是真有那个能耐 把乔阳给弄成南公关的 这个毋庸置疑 第21章 厉害了我的 乔阳也不皮了 老脸一红 幸亏是小麦色的肌肤 看着还不是太明显 轻咳嗽了一声 咱们还是说说 那个女孩的身份吧 傅云生嘴角含笑 有些野鱼 这乔阳 就是皮太厚实 欠脸 对了 云生 那个女孩是谁啊 陈旭也好奇 帝国军部前将军 叶建国的孙女 现军部上校叶震东的女儿 叶卫国 傅云生缓缓一字一句的说完 顿了一下 也叫叶安 听到叶卫国三个字的时候 乔阳和陈旭的脸色 明显有些绷不住 哪有女孩叫这个名字的 不过叶家 他们却是听说过的 京都圈中 为数不多的老牌军门世家之一 傅云生抬眸 意味深长地看了眼陈旭 说起来 他也算是你曾经的学妹 京都紫卫星学院 陈旭脱口而出 紫卫星 乃是帝星 也就是说 从紫卫星学院中出来的人 日后势必会成为帝国的下一任接班人 是京都中所有桂圈 高干子弟的聚集地 不错 傅云生眸光微眯 拿出手机 直接拨通了一个电话 妈咪 宝宝 你终于舍得给我打电话了 哎呦 我的小心肝 我给你找了个儿媳妇 啊 啥 你再说一遍 风声太大我没听清 嗯 你马上就有儿媳妇了 厉害了我的 谁家的 长啥样 今年多大了 发张照片 来给妈咪看看 傅云生简单粗暴地通知完 就挂了电话 嘴角擒着笑意 把玩着手中的手机 看得乔阳和陈旭 目瞪口呆 他们刚刚听到了什么 傅云生竟然说他恋爱了 这个消息 到底要不要这么劲爆 等等 傅云生到底知不知道 恋爱是什么意思 该不会是以为 对他有兴趣 就是恋爱了吧 而且他这顶多算是单方面的 人家妹子不见得就喜欢他 可是 看到傅云生一脸含笑 看着大屏幕上的 那个女孩的脸 这俩人还真是不忍心说出来 这还真是 单方面宣布 燕安在家好好地睡了一觉 醒来之后 看了下时间 竟然只休息了一个钟头 安小姐 老爷让您去书房一趟 雪梨在外面喊 知道了 燕安应了一声 皱了下眉 披了件衣服就出去了 还没有进到书房 就听到了 叶振东训斥的声音 你说 是不是你跟外人 一起害你姐姐 叶振东能坐到 现在这个位置 可不仅仅是靠纽带关系 从叶安的话里 明显能分析出来 如果不是叶宁 叶安根本不会出事 爸爸你信我 我没有做过害姐姐的事 要是我知道 那些人是坏人 我根本不会让姐姐 跟他们走的 叶宁一边哭一边说 是吗 你不认识那些人 叶振东表示怀疑 对 我根本不认识他们 那些人不是我们学校的 我之前还看他们 跟姐姐在一起玩呢 所以 以为他们很熟 应该会没事 谁知道 他们会害姐姐 叶宁啜气辩解 这时候 叶安走进了书房 他看了下叶宁 然后看向叶振东 爸 第二十二章 对质 打脸 叶安 宁宁说 你跟那些人认识 如果你跟他们认识 那就不能怪你妹妹 自己交友不慎 还推卸责任 我们叶家 可从来没这规矩 叶振东神情严肃 义正言辞的教训 在他眼里 叶宁说的话 显然可信度更高一些 亲疏明显 还有 你是我叶家的人 竟然跟那些人混在一起 你不要脸面 我叶家还要 叶振东越说越生气 叶安身躯笔直 听着叶振东训完之后 才淡淡地回了句 我不认识他们 啪啪啪 无声的耳光声 在空气中响了起来 短短的几个字 竟然让叶振东的老脸 有些挂不住 叶安看向叶宁 勾唇一笑 不过 我倒是看到 叶宁经常和他们在一起 叶宁心中惊慌 面上假装镇定 委屈地看着叶安 姐姐 我知道是我不好 我不该听他们的话来 叫你过去的 可是我真的没想到 他们会害你啊 我 可我明明经常看见 你跟他们在一起玩 你不能污蔑我啊 叶宁吸着鼻子 双眼通红 我知道姐姐你不喜欢我 但也不能冤枉我啊 我虽然还小 可是爸爸说了 做人要有骨气 不该吃的亏不能吃 所以 姐姐 我没有做过的事 我是不会承认的 叶宁的话 戳到了叶振东的心上 骨气 是军门世家向来的传承 这一下更认定了叶安在说谎了 我倒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 骨气是撒谎骗人了 叶安冷笑 说话十分尖锐 叶安 叶振东发火了 叶安错了醋眉 叶振东不相信他 本以为你受了伤 会消停点 没想到 还是这么不知悔改 还敢撒谎污蔑你妹妹 简直是我们叶家的耻辱 我叶家没有你这个女儿 叶振东狠狠骂道 声音粗犷有力 让叶宁都有些害怕的色缩了一下 你什么时候 当有我这个女儿 叶安 宁宁 你什么时候 把我和叶宁同等对待过 他说的话你就信 我说的话 你就当屁 叶安质问 这话 他也是为这具身体的原主问的 同样是叶振东的女儿 可叶振东对待这俩女儿 却是天差地别 可以说 几乎完全无视了叶安的存在 你 叶振东气得下意识地 掏出了抽屉里的一柄手枪 可刚拿出来后 就反应过来 立刻将手枪重重地放置在桌子上 此时 躲在书房外面的杨指瞳的嘴边 都是止不住的笑意 小贱人 看你这次怎么办 叶安不理会叶振东 步步逼问叶宁 你说 我跟那些人认识 那么你倒是说说 你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见过我和他们在一起 做过什么 学校里应该有监控吧 只要你说得出来 我们就能一一对正 你觉得 怎么样 叶宁眼里有些惊慌 竟然被叶安这破人的气势 吓得往后退了几步 叶安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牙尖嘴利了 叶安不是一贯都是逆来顺受的吗 而且 反应又慢又笨 怎么会这样 第23章 叶宁被打 叶振东也看向了叶宁 你说 谁知道 叶宁忽然就哭了起来 呜呜 吧 难道你也不信我吗 就在书房内的气氛僵持不下的时候 林嫂忽然敲门而入 老叶 这是刚刚有人送来的 特别叮嘱 要亲自交到您的手上 拿来 叶振东接过那袋东西 直接撕开 从里面立刻划出一大叠照片 看完那叠照片之后 叶振东的脸色从阴转黑 直接站起身 啪 一巴掌把叶宁扇到了地上 这一巴掌 把叶宁直接打猛了 脑子都是眩晕的 爸 他不可置信的看着叶振东 杨指童也吓得立刻从门外跑进来 扶起叶宁 满是心疼 振东啊 你这是做什么 做什么 你好好看看 你的女儿一天都在跟什么人混在一起 杨指童和叶宁 立马捡起地上的照片 上面都是叶宁和一群小混混在一起的照片 而且在上面 还有叶安被他们绑架的照片 叶宁看了之后 脸色大变 不是 爸爸 这些图一定是他们合成的 是啊 震东 你不能凭这几张照片 就怀疑宁宁 别人说恶狠狠的瞪着叶安 肯定是叶安让人故意合成的照片 你不能被他骗了 宁宁从小就听话 怎么可能跟这些人混在一起呢 难道我还分不出来 照片到底是不是合成了吗 叶震东愤怒地瞪着杨指童 杨指童顿时不敢说话了 叶震东是军人 更何况官至上校 怎么可能连这些拙劣的伎俩都看不出来 看看你娇的女儿 现在是什么样子 从今天开始 叶宁除了上学 两个月内不能出家门半步 半年内每个月零花钱减半 叶宁顿时委屈地大哭 杨指童也跟着哭 叶安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 只是眉毛微微 挑了一下 明显看戏的模样 看向地上的那些照片 倒是有些疑惑起来 这些照片 是谁在这个时候送来的呢 在叶震东看来 叶宁无非就是交错了朋友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害了叶安 所以 骂了几句打了一下就算了事 但这对于叶宁来说 从小到大 这是他第一次受到这么严重的惩罚 也是叶震东 第一次动手打他 他把所有的辛仇旧恨 都一起算到了叶安的身上 狠狠地瞪着他 好像恨不得把他吃了似的 杨芷彤也瞪了他一眼 安抚着叶宁一边哄一边回了房间 处理完叶宁之后 书房就只剩下了叶安和叶震东 叶安似乎这个时候 无形中又听到了啪啪打脸的声音 啊 爸爸刚刚情绪有些激动 冤枉了你 你也别放在心上 都是一家人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妹妹也不是有意的 以后你自己也要注意 你是我叶家的女儿 又是女孩子 要是在外国叶民生也不好 有什么事就立刻回家 叶安知道叶震东这是在责怪 他在外面待了五天才回家 但笑 你是想让我把我的尸体带回来吗 叶震东一时无言 然后是被叶安那种语气反驳的愈怒 叶安目光最后在地上的那些照片上 深深的看了一眼 我回房了 说完 叶安转身就离开了书房 叶震东看着叶安笔直的背影 重重的拍了一下桌子 鼻孔喷出一股怒气 看了眼桌子的那柄手枪 这才想起 自己刚刚拿出这枪的时候 叶安根本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完全没有一点害怕的意思 盯着那把枪 谋色微丝 第24章 深夜袭击 叶安回到房间之后 摊开自己的手掌 在他的手掌中 赫然出现 方才掉落在地上的照片 是叶宁和一个几个流利流弃的男人 在一起的场景 刚刚他趁叶震东不注意的时候 用异能将其中一张照片 吸附到了手心里 看着照片上的那个男人 眼神疏地泛了 原来 就是他害死了这具身体的原主人 可是把这个照片送过来的人 究竟是谁 又有什么目点 而且还刚刚好是 挑在这个时候送过来 忽然 叶安脸色变了一下 脑海中出现了一张脸 是他 紫园 少爷 东西已经送到了 陆七一身宴尾服 恭敬的行礼 十分神识 而傅云生的眼前 三弟投影的荧幕上 放映着所有关于一个 穿着学院制服少女的资料 视频照片 一应俱全 傅云生点头 端了杯咖啡 放在嘴边轻敏了一口 轻轻地嗡了一声 目光却是一直盯着荧幕上 看他那副样子 跟着资料上 可完完全全是两个人 荧幕上所展现出的资料 这个叫夜安的女孩 除了绅士背景 值得一提之外 其余的方面 根本没有什么亮眼的地方 学习 年级倒数 运动 年级吊车尾 每个学期都有好几颗挂颗 完全可以说是 学渣中的战斗渣了 但是 傅云生总觉得 这其中有什么 诡异的离奇的地方 陆七 紫园新学院 后天就开学了是吗 是的少爷 傅云生看着眼前 荧幕上的画面 手指在茶几上清点了几下 正好 后天跟我一起 去一趟紫园新学院 谈一谈 关于资助修建校内科研院的事 陆七没眼微不可见地挑了一下 少爷 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但还是恭敬地点头 是 我马上去安排 想到那日夜安离开时的场景 傅云生泽的一声 不耐地点了一根烟 烟雾在指尖缭绕着 看着荧幕里的画面 心里竟然有种说不出的烦躁 想见到他 对 就是这个心思 可这个心思 让傅云生觉得自己 简直有些没出息的 想扇自己俩耳光 这特么还是个未成年呢 未成年 养成 傅云生忽然觉得 好像 还不错 身子往后仰躺 一双大长腿 肆意地交叠放在了茶几上 双眸微眯 叶安 你究竟 是什么样的人呢 浑然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惦记上的叶安 正在自己的房间里 翻看着所有关于叶安本人的东西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手机忽然收到一条短信 出来 我在左边的楼道等你 叶安看了短信一眼 冷笑了一下 就直接开门 走到了短信约定的地方 左边的楼道 是个比较狭窄的空间 通常家里也不会有人到这里 更何况 现在还是凌晨 家里的人几乎都睡着了 叶安走到里面 一片漆黑 想开灯 可灯已经坏了 怎么也暗不亮 忽然 一阵呼吸声在叶安的身后响起 叶安反应极快 一个侧身躲开了身后的人的袭击 他看到了黑暗中的人影 是叶宁 而叶宁的手中 正握着一根铁棍 第二十五章 预察表 因为习惯性使然 叶安即便是在黑暗里 只要三秒的适应时间 就能够失误了 但是普通人要适应好一会儿的时间 比如叶宁 在叶安躲过了他的袭击之后 他就处于抓虾的地步了 他刚刚之所以能够准确地袭击叶安 只是因为 他在后面就暗中看到了叶安的方位 但是现在 他根本不知道叶安到底在什么地方 贱人 有本事 你别躲着 叶宁恶狠狠地低声吼着 手里拿着铁棍胡乱地挥舞 害怕地往后退 眼睛死死地盯着周围的一片漆黑 他专门趁着这个时候 在这里想好好教训叶安一顿的 他知道 别墅里的隔音效果都很好 尤其是这个地方 就算在这里大喊大叫 房间里也不会听到发生了什么 而且 叶安已经受了伤 那么 即便再受些伤 也怪不到 他伸上去吧 叶安笑 有本事 你倒是把我找到啊 他只是利用了他势力的盲区 又在黑暗中 所以叶宁就算慢慢适应了黑暗 也根本找不到他的存在 更何况 俩人在黑暗中失误本来 就有着本质的差别 叶安调笑的语气 更把叶宁激怒了 见 后面有个字还没出口 叶宁脸上 就是一阵火辣辣的痛 整个人都被那股大力扇到了地上 啊 叶宁惨叫一声 正打算爬起来 啊 又是一声凄厉的惨叫 叶宁的手 被一只脚狠狠地踩在地上 叶安弯下身子 注视着叶宁的眼睛 居高临下 一只手用力地 牵住了叶宁的下额 没有人叫过你 什么叫礼貌 叶宁这个时候 才能够看清叶安的轮廓 和以往不同的是 现在的叶安 尤为可怕 特别那一双眼睛 犀利地在黑暗里能发光 盯着他的时候 就像是一只盯着猎物的野兽 森冷地让人浑身发毛 放开我 爸爸要是知道 你这么对我 一定会打死你的 叶宁怒声吼道 那如果他知道 是你买凶杀人 还想让人强奸我 你猜 他会不会打死你 叶安好整以侠地问 我 叶宁瞬间底气 下去了不守 但还是反驳 我没有 没有 我最讨厌的 就是撒谎的人 叶安眸光一冷 啪 响亮的巴掌声 在这个小角落里响了起来 呜 叶宁一阵痛苦的乌咽 你不能打我 你算什么东西 你这个没有妈的贱人 啪 叶安又是狠狠地一巴掌 叶宁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 怨毒地瞪着叶安 看了眼旁边的铁棍 另一只手忽然握住了那根铁棍 想从地上爬起来 但是他刚一动 那根铁棍 就忽然从他的手里 不翼而飞 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那根铁棍 已经抵在了他的额头 叶宁顿石动都不敢动 怎么会 那根铁棍 怎么会到叶安的手里 你知道 用一个词语 形容你这样的人 叫什么吗 叶安的语气不咸不淡 嘴角挑着一丝笑意 绿茶表 叶宁咬着牙 被踩着的手 痛的他 恨不得把叶安一口咬死 第26章 叶安的杀意 叶安笑了一下 然后把脚移了下来 叶宁的手 这才如临大赦 可那只手 已经被踩得有些变形了 他痛得直哭 狠狠地瞪着叶安 以后 你最好还是安分一点 否则 我保不齐什么时候 就不想留着你的命了 他冰冷地开口威胁 叶宁浑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背脊一阵发凉 什么话都好像被堵在了喉咙出不来 叶安说完之后 就扔下了手里的铁棍 想起来什么 哦 还有 以后这种在我背后偷袭的事 还是别干了 不然 我一不小心 下手中了点 后面的话没说完 叶安嘴角只是笑了一下 但这笑一笔说出来 更让人毛骨悚然 叶宁不用想都知道 叶安的话里是什么意思 颤着自己 那只扭曲变形了的手 乌叶着 该死的叶安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 叶宁觉得自己 从来没有这样狼狈过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家里 他都是被人捧了的 可自从叶安这次回来以后 叶宁觉得自己 就像是一个 毫无招架之力的小丑一样 被人戏弄 叶安 为什么你没死 为什么 早知道 早知道他就应该在叶安的身上 捅两刀 这样 这样 他就不会回来了 叶宁心里此刻满是怨愤 他从来没有一刻 像现在这样 渴望叶安去死 叶安看着那双眼睛 叶宁的眼睛里 满是愤怒毁灭和仇恨 忽然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这个人 绝对不能留 眸光一眯 一层蓝色的火焰 在眼底里生疼 叶宁突然没有来的 感觉到了一种凛冽的寒意 他的喉咙开始发紧 像是被人扼住了一样 全身上下都没有办法动弹 附近平稳的呼吸声 传进了叶安的耳朵里 他眼神变了一下 看了叶宁一眼 迈不离开 在他离开后 叶宁才终于感觉到了空气的吸入 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 叶安刚走出那个楼道 就侧身看向了另外一边 只见少年靠在墙壁上 双手插在裤兜 意味深长地看着叶安 是叶飞 叶安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然后转身回房 叶飞也站直了身子 直到看到叶安进了房间以后 才也往另一个方向 转身回房 一场风波 就这么无声无息地 被掩盖在了黑夜里 而这叶家的小辈三人 却都在这个夜里 怀着各自的心思 叶安回房之后 一边做着恢复身体的运动 一边回忆着刚才的那一幕 叶飞15岁 是叶安一母同胞的亲弟弟 也算是这个家里面 跟自己 跟自己最亲近的人 可关系却形同陌路 根据这个身体的记忆 小时候姐弟俩的感情是很好的 可随着叶安和叶飞逐渐长大 叶安的性格就变得越来越孤僻 就连亲弟弟也很少说话 渐渐的两人也就越来越生疏 甚至成为了陌生人 虽然同上一所学校 可叶宁和叶飞的成绩 都在学校里名列前茅 而叶安却排在末尾 再加上叶宁的从中作梗 叶安几乎就成了 整个学校欺凌嘲讽的对象 而方方面面都十分优秀的叶飞 自然也不愿意 和这样的姐姐接触了 也从未帮过姐姐出头 第27章 上车吗 叶安扭动了一下脖子 发出咔咔的鼓响声 身躯笔直地坐在了椅子上 看着镜子中 孱弱瘦小的身躯 不管怎么样 他首先要做的 是恢复自己的体能 现在的身子太弱 能够使用的异能 也微乎其微 自从那天晚上 把叶宁教训了一顿之后 叶宁看上去 也安分了许多 不过脸上的红肿 和手掌的骨折 还是引起了杨指童 和叶震东的疑问 我 我晚上出来的时候 不小心摔倒了 手被柜子压了 叶宁委屈地回答 只不过在说这话的时候 刻意看了叶安一眼 眼里的厌恶和恨意很明显 叶震东也看向叶安 妹妹受伤 跟你有关系吗 叶安刚下楼 就听见叶震东的问话 看着叶宁 你说 跟我有关系吗 叶宁咬着下唇 想到那天晚上叶安 对自己说的话 嘴角艰难地扯出一丝笑意 跟姐姐没关系 叶宁这语气明显地委屈 又害怕 杨指童盯着叶安 他的宝贝女儿变成这样 肯定是这个叶安害的 等震东走了 看他怎么收拾这个小贱人 听叶宁这么说 叶震东也不多问 收拾收拾东西 跟杨指童 叶宁和叶飞叮嘱了一下 就离家了 唯独没有说话的人 就是叶安 毕竟 这个女儿 她不亲 还是越过了 自己获得叶家财产继承权的人 今天除了是叶震东离开的日子 也是紫卫星学院开学的日子 叶宁上了轿车之后 就马上催促 开车 可是安安小姐 司机犹豫 谁让你等他了 开车 叶宁怒声开口 是的小姐 这个司机是最近新来的 所以并不清楚 叶宁和叶安的实际关系 以前的时候 叶家的轿车 几乎都成了叶宁的专属 叶安刚走出大门 长鸣忽然在叶安的耳边响起 一辆黑色的敞篷车 停在了叶安的前面 叶飞 叶安看到车里的人 淡淡地打了声招呼 坐在轿车驾驶位上的少年 正是叶飞 叶飞今天穿的是一身学院制服 将他整个人 衬得越发的精神俊气 少年感十足 叶飞看着叶安 脸上有些亚异 叶安虽然还是 和以往一样 穿着学院制服 但并没有穿裙子 而是穿着一条长裤 上身也只穿着一件白衬衫 原本过胸的长发 也被剪得刚好几肩 一时看上去 有些男女莫辩 更像是一个 带着些叛逆气息的美少年 叶安的称呼 让叶飞眉头皱了一下 好像对这个称呼 不是太满意 上车吗 他冷声开口 叶安手里把玩着一把车钥匙 事实上他有一辆车 在地下车库里放着 那是他外公 在他16岁生日的时候 送给他的 但是以前的叶安不会开车 所以也就一直滞留在了车库里 本来想自己开车上学的 但既然有顺风车 不坐白不坐 叶安直接用行动 回答了叶飞的话 开门 上车 坐上了副驾驶位 第28章 叶安 禁欲系少年 叶飞看了叶安一眼 脚下一踩 车子就发动了起来 路上 两人都没有说一句话 叶安也不是话多的人 而且 只要能眼瞼一该 就眼瞼一该 你变了 叶飞忽然说到 叶安眼神闪过一丝 微微的诧异 面色淡定如常 嗯 他也没有隐瞒的意思 车子忽然一个紧急刹车 如果不是叶安身躯比较稳 换做普通人 已经撞了上去 你不是他 叶飞语气皱沉 目光如炬的盯着叶安 15岁的少年 在这个时候 是和他年纪 完全不相符的冷冽 叶安缓缓侧头 看着叶飞唇盼一弯 小时候 你最喜欢追着 我要橙子味的棒棒糖 叶飞眼里的冷意 渐渐退散了下去 眼里浮现出 一丝别样的情绪 叶安望着前方 没有人会一直成为弱者 只不过是缺少了 一个成长的机会罢了 叶飞正正地 看着坐在身旁的叶安 是他 可又不像他 他仔细地回味 叶安方才说的那句话 难道 他真的是因为这些事 发生了改变了吗 叶安忽然笑了一下 看向叶飞 你是想要一个强大的 能够保护你的姐姐 还是想要一个 柔弱的人人可欺的姐姐 他的眼神坚定 直勾勾地盯着叶飞 让他一时尽有些 说不出话来 叶安知道 他的变化并不是 更何况 既然他已经占了 叶安的身体 他就已经成为了叶安 这个身体相关的 所有一切 他都无法摆脱 叶飞皱了下眉头 什么也没说 转过头 脚下一踩 车子才又跑了起来 那也得看 你有没有那个能力 轻飘飘有些轻蔑的话 从叶飞的嘴里 飘了出来 叶安唇脚勾了一下 笑意不明 坐着叶飞的顺风车 没过一会儿 就已经到了 紫卫星学院的门口 学院的大门处 统一的整整齐齐的 停着一排豪车 每一辆豪车 都是一见到 就能够叫出牌子型号的 叶安下车之后 叶飞看都没看他一眼 背着包 就往学校大门走去了 叶安也不觉得奇怪 叶飞和自己的关系 本来也不好 今天会在他上学 已经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看着面前 紫卫星学院的大门 这就是 地心之校 紫卫星学院 轻笑了一下 有点意思 叶安单手背着包 直接走进了 紫卫星学校的大门 这个时候还没有上课 大多数的学生 还在往课室里走 叶安走在人群中 很快就吸引了 一部分人的目光 他的五官本来就长得好看 以前因为性格孤僻 走路的时候 都是低着头 所以那张脸 也很容易就被人忽视了 而现在的叶安 昂首挺胸 白色的衬衣打着领结 斜碎的刘海敷在额头 刚好垂直间的头发 带着一丝张扬和不羁 看起来就是一个 从漫画里走出来的 冷淡少年 不 是禁誉系的 性冷淡少年 周围路过的女生 不少都将目光 放在了叶安的身上 一时都没把她认出来 都以为是新来的转校生 而且还是一个男孩子 叶安骨子里 就有着军人的气质 当那种特质 带到现在的自己身上 那骨子的冷冽 很容易就把原本的女气 给掩盖了 第二十九章 叶安今天是肿磨肥四 那是新来的转校生吗 谁家的 不知道啊 咦 我怎么觉得 长得很像F般的叶安 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有点像 男生女生们 议论不停 动 学校的钟声响了起来 叶安刚好踩着铃声 走进了F班 紫卫星每一个年级 以成绩和家族身份地位 来分配班级 S班是成绩最好 家族地位 也是在京都最高的一群高干子弟 然后是A班 往后一次退下去 而唯一不同的 就是F班 F班是紫卫星学院 最混杂的一个班 各种背景的人都有 但唯一的共同点 就是F班的人 成绩最差 最不服管教 有些甚至还有怪癖 对于这个学校的学生 学校又都得罪不起 所以都放在了F班 进行统一管理 但是只要处于F班 无疑会成为 所有人取笑嘲讽的对象 叶安就处在F班 而叶宁和叶飞 都在紫卫星学院S班 叶安一走进F班 本来嬉戏打闹的同学们 顿时都停住了手里的动作 这谁啊 又来了新生 叶安步履沉稳地 按记忆中 直接走到了自己座位上 坐下 瞬间 F班的人炸了 是叶安 就是他 靠 我还以为来了新的小哥子呢 其中一个女生转过身 看着叶安的方向 跟后座的人说 哎 你们听说了那件事没 听说了 没想到他竟然还有脸来上学 那男生砸扮了一下嘴 可能觉得自己脸大如盆 看他那样 也真好意思 他们议论的声音 一点也不避讳 都传入了叶安的耳朵里 叶安皱了下眉 又是叶宁 他不用脑子也能想到 肯定是叶宁到了学校之后 又散布了什么他的谣言 这时候 穿着职业套装的一位女老师 走了进来 同学们 F班所有的同学 都抬头看了那老师一眼 然后继续自顾自的 做着自己的事 当他不存在 女老师走上讲台 点了下人数 目光在叶安的身上顿了一下 擦了他自己的眼镜 叶未国 这三个字一出 瞬间哄堂大笑 哈哈哈哈 就连班上一些 不太说话的怪咖 都笑了出来 唯一不动声色的 就是叶安自己本人 和坐在他隔壁的一个 只专注自己 笔记本电脑的清秀男生 叶安看着那个女老师 坐得笔直 目光如炬 中气十足 有什么事吗 可能是叶安的脸色 让原本还想嘲笑的 F班学生 不知怎么的 忽然一下笑不出来了 女老师有些尴尬 没 没什么事 心里却道 今儿是怎么了 总觉得这个叶安怪怪的 平时喊他的大名的时候 他都是低着头 也不说话 大家笑笑也就过去了 但是今天喊他大名的时候 这么理直气壮 是肿磨肥肆 而且 今天不是还有传言说 怎么还能好好坐在这上课 没一会儿 女老师就自顾自的开始讲课 班上的学生也都继续做着自己的事 师生之间互不打扰 就像是形成已久的默契 第三十章 这节奏 叶安扫了一眼 依照记忆中的信息 将班上的人对号入座 除了几个纯粹的二世祖 在F班里面 还有几个出了名的怪卡 坐在自己旁边 只专注于自己的笔记本 电脑的男生叫林洛 据说父母都是帝国黑客联盟的人 而他自己也是计算机怪才 虽然长得清秀 但十分邋遢 宅男属性 基本上一天的话 不会超过五句 Hello Mr DJ这节奏不要停 我脑袋里再开party 不晃都不行 我操 你能不能别唱了 天天唱一首歌烦不烦 换一首要死啊 高挑的男生站起来 抄起一本书巢 带着耳机 一边哼歌 一边摇晃的男生扔了过去 我就爱唱社会摇怎么了 唱歌的男生 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俩人二话不说 直接动起了手 班上的人也很快分成了两派 直接在班上打起了裙架 女生们大部分都是千金小姐 吓得尖叫出声 唱歌的男生叫许颜 母亲是帝国级影后 家世显赫 手里掌控着当前娱乐圈 半壁江山 挑逝打架的男生 是拳王的儿子 叫王浩 体格高大 主张暴力 一言不合就喜欢动手 老师该讲下一页了 叶安忽然开口 惊醒了正目瞪口呆 看着打裙架的学生们的女老师林静 林静顿时看着叶安 几乎要泪流满面 F班 竟然 竟然还有学生在认真听他讲课 叶安的话 瞬间激发了林静心中点亮 自己照亮别人的教师情怀 虽然这个学生是学渣中的战斗机 好好好 老师继续讲 林静怀着激动 开始继续讲课 刚敲完一行代码的凌落 忽然转过头 看向了叶安 一双深邃有黑的眼睛里 浮现出一丝迷惑 叶安手只轻轻地敲了一下桌面 看着面前的书本 嘴角微钩 F班吗 似乎没自己想象中无趣 而此时的笑董事 董事长 傅少来了 秘书走进来 伸手请进了两个人 其中一个男人身材高挑 下身穿着米色西裤 上身是一件白色衬衣和米色的马甲 整个人的身材比例被衬得恰到好处 领口解开了两颗扣子 微微露出一点锁骨 相貌英俊 浑身都散发着一种天生的尊贵 而跟在他身后的男人 穿着一身身色西装 相貌同样不凡 十分绅士 傅少爷 谢董事长立马起身 十分千功地上前迎接 傅云生轻笑了一下 打了个响指 陆七便焊了下手 走到了外面等着 谢董事长陪笑 傅少快快请坐 傅云生从善如流地坐了下来 嘴边挂起一丝笑意 之前 谢董事长曾多次和家父说起 关于紫卫星学院设立校内科研院的事 不错 要设立一座校内科研院的资金 并不是一笔小数目 虽然校董事会能筹出一部分资金 但是 傅少爷应该明白 凭着工程量 以及需要引进的项目 所需都是一笔巨额 谢董事长 语重心长 傅云生修长的手指 有点不耐烦地敲了下沙发 唇角似笑非笑 第31章 出手教训 随着下课铃声的响起 F班的打架事件 也进入了尾声 老师临近 就跟后面有狗脸似的 急急忙忙地就离开了 许言受伤了 一个贵公子 自然不会是一个拳王儿子的对手 不过在校打架都有分寸 发泄完了就算了 更何况每个人的家庭背景 可都不是说惹就能惹的 而坐在夜安旁边的凌落 手指噼里啪啦地敲个不停 夜安无意地瞟到了他的屏幕 淡淡开口 第340型的代码 传输错误 凌落意外地看了夜安一眼 光标立刻定位到了340型 检查了一遍之后 目光中露出欣喜 谢谢 他十分感激地冲着夜安开口 然后继续开始敲击着键盘 凌落一说话 全班不少人都盯了过来 凌落可是班里出了名的闷棍 谁能让他说一句话 都是破天荒 更别说让他亲口道谢了 就算夜安和凌落 挨着坐了这么长时间 凌落都没跟夜安说过一句话 今天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夜安淡淡咧嘴 不客气 F班众人 夜安是转性了 还是转性了 喂 夜安 我问你个事 一个女生超着手 居高临下地看着夜安 带着一丝挑衅的味道 女生身材高挑 即便是穿着统一的学院制服 也能看出身材的火辣 夜安抬眸 什么事 陆雪笑了一下 和周围的学生们都相视了一眼 大家也都露出调笑和看好戏的意味 我听说你被人轮了 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 要是真的 你怎么今天还能来上学呢 陆雪边说边笑 别有意味地上下打量了夜安一眼 意思再也明显不过 班上某些男生 也小声地议论了起来 夜安却淡定的不能再淡定 只是目光疏得变冷了几分 无凭无据的事 还是不要乱说的好 有句话叫 祸从口出 陆雪脸色骤变 你什么意思 夜安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谁给你的胆子 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陆雪的话还没落 只见夜安的修长的双腿一动 以极快的速度 直接将陆雪的整条胳膊 压在了桌子上 强劲的力量 连带他整个身子 都一起轻了下去 没人叫你 什么叫礼貌 我来教你 夜安语气冰冷 不错 夜安上半身根本没动 仅仅是双腿的力量 一时间 F班所有人都被震惊了 就连王浩都觉得心惊 他很清楚 要做到这种地步 需要很强的控制力 才能刚好将所有的力量 都控制到腿部 对这个一向被他们忽略掉的 生活在F班底层的夜安 王浩忽然不得不 重新擦亮了眼睛看他 夜安 你放开我 陆雪怒声大呼 但不管他怎么挣扎 都根本撼动不了 那双瘦弱修长的双腿半分 陆雪在班上的一伙 关系好的同学 想要动手 可一直跃跃欲试 不敢往前 其中一个女生 朝起板凳 直接朝着夜安砸了过来 贱人 那凳子还没有落到夜安的身上 只见夜安脚下一动 把原本被他双腿 按压在桌子上的陆雪 踢向了那个女生 板凳也被这股大力控制 砸在了陆雪的身上 啊 陆雪顿时痛呼出声 第32章 死 滚 一时间 所有人都不敢动弹了 人们纷纷相视了一眼 目光冷沉地盯着夜安 宛如第一次认识这个人 陆雪盯着他的眼神 更是恨不得吃了他 夜安的目光一一扫过 虽然他的身体素质 现在并不强 但经过异能的修复 他的这具身体 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而且 在他的腿上 还绑着十公斤的纱带 所以 每一腿出去 都比本身的重量重得多 他缓缓站了起来 比一般女生 高挑不少的身材 在此时显得异常的高大 既然是同班同学 我也不想 对自己人动手 只是 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 他嘴角弯了一下 就不会 只是动动腿这么简单了 他很清楚 紫微星学院的规矩 在这里 几乎所有的人 都有着雄厚的背景 在这里有一个默认的潜规则 这里的事 绝不会让长辈家族插手 一旦因为这里的事 找了家里的人 那么这个人 都会受到所有人的唾弃 即便是以后身居高位 所有的人际关系 都在这里断得一干二净 甚至会在最后 被整得一事无成 至于在这里 混到什么样的地步 则各凭本事 所以叶安知道 就算他对陆雪动手 对他们的家族 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陆雪恨恨地瞪着叶安 想要动手 却被王浩的 一个眼神拦住了 叶安看了王浩一眼 心中也有了计较 因为王浩的武力值极高 所以自然而然地 成为了F班老大 只是这个老大 有个很特殊的癖好 特别讨厌 有人在他面前唱诗会摇 而让王浩阻止陆雪 动手的原因 则是方才叶安的 那句话中的 自己人三个字 俩人目光相接 叶安对王浩生疏 而礼貌地笑了一下 便抬不朝教室外面 走了出去 王浩 陆雪有些不愤 自己班的人 打什么 王浩不满 陆雪反驳 那你还和许妍打呢 许妍吊郎当地走了过来 搭在王浩的肩膀上 搔手弄姿地笑得一脸淫荡 咱俩可不是打架 咱俩是切磋 王浩一把推开许妍 死鸡老 滚 哼 陆雪不满地咬着牙 看向已经走出了门的叶安 等着 他迟早会教训回来的 叶安走出了 虽然他的记忆中 对紫卫星学院很熟悉 但他自己还没有亲自走走 对于这个时空的 他还是比较有兴趣的 更何况 这个地方 也许会是很长一段时间 他会待的地方 我去 什么时候转了一个漂亮小哥哥过来 边上的一名女 看着走过的叶安 小声地跟身边的人嘀咕 你看仔细点 那是叶安 出了名的人渣 不就是剪了个短发 穿了裤子吗 另外一个女生 一脸不屑 而且我听说 那女生继续跟身边的人说了什么 紧接着 他们看叶安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带着一种鄙夷和怜悯 同样 在他身边经过的女生 都是先是一副惊艳的目光 可当认清他本人以后 立马变了眼神 就连男生 都是满眼不屑 叶安目光淡淡地扫了他们一眼 他觉得 也许 改天应该找叶宁好好聊一聊了 而他刚往前走两步 眼前就被一堵肉墙 挡住了去路 第三十三章 叶安是直男 叶安抬起头 在他的面前 是一个身材高挑 长相清俊的少年 他学院制服的领结 有些随意地拉开 双手插在裤兜 带着一种随性 又玩世不恭的味道 而在那少年的身后 还跟了好几个像是跟班式的男生 叶安 陆胜有些不可置信 语气十分诡异 有什么事吗 叶安嘴角微脸 语气淡淡 脑海里迅速过了一遍 眼前这个人的资料 这资料一过 倒是让叶安受到了惊吓 陆胜 新落帝国军门陆家的公子 和叶安一样 家族都是世代从军 即便是到了现在 陆家也是京都中 影响力颇深的军门家族 由于陆老将军 现在仍旧在位 在军中威性显赫 所以陆家的地位 也是如日中天 于军门家族而言 家中军人军衔的高低 就决定了家族在帝国的地位 叶家因为叶安的爷爷 已经进了医院 叶震东军衔又仅仅是上校 所以叶家的地位 已经不如从前 当然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个陆胜的爷爷 和叶安爷爷 从前就是出生入死的战友 还该死的 把两人从小就定了娃娃亲 也就是说 眼前的这个男人 就是陆胜 不 自己的未婚夫 不过 在记忆里 这个未婚夫 对叶安倒是一点也不上心 反而对那位 叶宁上心的很 陆胜像是不幸挟似的 又再次上下打量了一下叶安 你真是叶安 以前叶安每次见到他 都是一副怯生生又花痴的样子 怎么现在转性了 而且 他怎么把头发也剪了 还穿的是男子的学院制服 叶安挤良挺的笔直 目光直视着陆胜 呼的勾了下嘴角 没事的话 我先走了 他可不想跟这个顽固子弟浪费时间 有这时间不如多走两步 锻炼一下腿上的肌肉 谁允许你走的 陆胜伸手就抓住了叶安的手臂 没有他以为的软绵 是一种紧绷着肌肉的冷印 叶安眼神渐渐冷了下来 放手 陆胜下意识地松开了手 跟在身后的跟班们 却起了红 什么态度啊 你敢这种语气跟陆少说话 不想活了吧 你 别以为你是女的 老子就不敢打你 陆胜突然觉得自己松开手 真他妈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他冷笑 看着叶安的眼里 带着些厌恶 本少爷听说 叶大小姐 在外面跟人私混了几天 是吗 他一向讨厌叶安 这个什么都不会的废物 凭什么就成为了他的未婚妻 同样是叶家人 为什么他订婚的对象 不是叶宁 陆胜的话 让周围的学生 也都围了起来 看起了热闹 虽然他没有说破 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 陆胜说的 就是现在学校被传得满天飞的 关于叶安在外面 不洁身字号被轮的事 叶安冷漠 眯了眯眼 看着陆胜没有说话 本少爷告诉你 我可没有当街盘侠的兴趣 也不会娶不甘不敬的女人 现在 本少爷正式通知你 像你这种肮脏的女人 连给本少爷提鞋都不配 我们之间的婚约 现在解除 陆胜高声宣布 言语之中 都是对叶安的鄙夷 他早就想跟叶安退婚了 只是一直迫于家族压力 但叶安失身这件事 爆出以后 那么 他退婚也是理所应当 叶安面无表情 没有所有人想看到的 修脑愤怒哭泣 这些所有想象中的反应 甚至有人已经做好了 陆下叶安暴风 是哭泣的视频的准备 但叶安这反应是几个意思 他那眼神 怎么有种植男看狗血缘情聚的反应 第三十四章 你妈同意了吗 你爸同意了吗 叶安忽然笑了一下 竟是一种说不出的自信和淡然 你想悔婚 陆胜冷笑 是又怎么样 叶安冷淡开口 你妈同意了吗 陆胜 啥 你爸同意了吗 叶安继续 陆胜 周围的吃瓜群众 叶安嘴角一弯 语气忽然加重 字字吭腔 你爷爷同意了吗 陆胜 这一句话 叶安的气势斗力 突然把陆胜吓了一跳 周围的几个人 同样是吓得心都漏跳了一拍 陆胜莫名的底气有些不足 这件事 他的确还没有经过家里的同意 既然没有同意 你毁个屁的混 叶安冷冷道 叶安从前一直都是军人 说话和形式作风 都是军人习气 即便改 也改不过来的 那已经是他刻入了意识记忆的东西 更何况 他以前还是指挥官 言语是习惯性的 是自上而下的压迫 虽然叶安的个子没有陆胜高 可现在却无形中让人觉得 他的身影高大无比 那冷力的声音 再加上他那语气和气势 简直就像是一个大佬教训小弟 让围观的学生 惊得嘴巴张得何都何不拢 陆胜只觉得脸上被打了一巴掌 一样火辣辣的痛 他竟然被一个年纪垫底的废物给骂了 围观的学生们立刻走远了些 议论的声音都小了起来 就算没有同意又怎么样 你以为我陆驾会取一个破鞋进门 陆胜盯着叶安嘲讽冷笑 没想到几天不见 废物竟然也会咬人了 叶安心中有点无奈 难道这个身体的援主就这么招人讨厌 才刚解决完一个又来一个找茬的 要不是现在身体中的是自己 这叶安就算不被害死 也得被这些人给欺负死 这个时候叶飞从远处 也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准备转身就走 但不知道为什么 脚步又生生地拐了回来 朝叶安那边的方向走了过去 叶宁一收到风声 也往这边快步赶了过来 这种好戏 他怎么能错过 光是想想叶安被羞辱的样子 他都觉得解恨 而此时 同样闻声而来的 还有F班的人 短短时间 这个地方已经被围了无数的学生 吓得一些老师 还以为发生了什么校园群殴事件 叶安抬眸看向陆胜 与其正直又无奈 大哥 咬人的不是废物 是狗 比如像你这样的 以前叶安身为军队指挥官 一天不骂骂下边的兵弹子 都不痛快 张嘴都不带犹豫的 更别说 现在是他被人骂了 你 陆胜气得一张脸 仗得通红 叶安 你找死 陆胜上前一手揪住了叶安的衣精 一耳光扇向了叶安 人群中的叶飞 脸色骤然变了一下 刚踏着步子上前了两步 就停了下来 陆胜的手刚要落下去 手腕就被一只大手 给紧紧攥住了 顿时一阵剧痛 紧接着 他的手臂 整个都陷入了麻木状态 第35章 是富少 陆胜抬眸 只见擒着他手腕的 是一个身材 比他还要高挑挺拔的年轻男人 五官很是英俊 他穿着的并不是学院制服 而是一身休闲的打扮 在他的身上 明显的有一种 和常人不一样的气质 那是一种 与生俱来的贵气 而在那个年轻男人的身后 还跟着两三名秘书 和保镖一类的人物 各个西装革履 他动了动自己的手臂 却怎么都无法 从那只手里挣脱出来 叶安的目光 自然也落在了 那个男人的身上 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怎么是你 富云深没有回答叶安的话 而是把陆胜 从手中松开 顿时 陆胜整个人 往后退了好几步 要不是身后的几个跟班扶着 已经摔倒在了地上 他握着自己 瞬间红肿的手腕 痛呼出声 你是什么人 陆胜沉冷问 他虽然有着少爷脾性 可也不是傻子 眼前这个人一看 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 陆胜 那是 那是富少啊 身后一个眼尖的跟班 几乎是哆嗦着声音说道 富少 陆胜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顿时眼神变了 能够和富少两个字匹配的人 只有一个 只有那个人 云腾集团总裁 富云深 那是京都圈权贵中的权贵 哪怕他是军门世家的公子 也根本惹不起 可是这个人 为什么要帮叶安 妈妈 我见到男神了 在富云深出现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想起了一片 此起彼伏的花痴声 好帅啊 嗚嗚嗚想价 那 那好像是 富少啊 有一个声音 小心翼翼的开口 这话一出 瞬间在场中人 但凡是在权贵圈中 地位比较高的 脸色都变了 看向富云深的眼里 更多的带了些尊敬 那些花痴的声音 也消停了不少 人群中的叶宁一双眼睛 顿时紧紧的 黏在了富云深的脸上 眼里满是轻目 他不知道富少是谁 但是 这个男人真的好帅啊 而且这么年轻 就有这么强大的气场 光是看他身后 跟着的秘书和保镖 就知道 他的身份地位肯定不低 而且看那些人的脸色 这个富少 一定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 该死的叶安 什么时候勾搭的这个男人 菲薄的唇叛微微扬起 陆少爷的前辈 可各个都是军人 身为军门世家的继承人 陆少爷竟然在学校 欺负一个女孩 还是自己的未婚妻 这话传出去 似乎并不好听吧 陆盛站稳了身子 笑了笑 原来是富少 然后眼神看了眼叶安 这是我未婚妻 她背着我 做了一些不该干的事 所以我才有些生气 忍不住动了手 未婚妻 傅云身凉凉的话语 透着一股威胁 而这意味不明的三个字 让陆盛顿时也不知该不该回答了 第36章 你这人立场太不坚定 叶安稍微整理了 一下自己刚才被陆盛抓乱的衣领 不是刚刚还说毁婚了吗 叶安的话 成功地激怒了陆盛 那你还说毁个屁的婚呢 叶安愣了一下 然后一问 被骂了你就不回了 你这人立场怎么这么不坚定 陆盛 见俩人旁若无人的斗嘴 傅云身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谁说本少爷不回婚了 陆盛怒道 叶安你给本少爷等着 我今天就回家解除我们之间的婚约 叶安嘴唇微钩 淡淡地吐出一个字 好 陆盛心里气得要死 从小到大 他还从来没受过这样子的气 而且 这个人还是被整个学院嫌弃的废物 简直丢脸丢到家了 冷哼了一声 甩了叶安一个脸色 就带着人离开了 叶安收起脸上的笑意 搜索了一下记忆词库 冒出了很适宜的两个字 喳喳 刚走几步的陆盛 忍住自己想要回头的冲动 握紧了拳头 才带着人快步走了 围观的学生们顿时不淡定了 F班叶安 这是玩虐A班陆盛陆少爷的节奏吗 这套路不对啊 从前的剧本 都是叶安被嫌弃 被骂的 都躲得不敢见人了呀 今儿这是反套路吗 傅云深阴气的浓眉脸了一下 看了眼四周围看热闹的人 喊了声 陆七 明白 陆七笑了一下 打了个响指 跟在身后 穿着黑色西装的保镖们 纷纷上前一步 目光冷冷地扫了一眼周围 学院里的学生都不是普通人 很明显能看出 这两个保镖根本不是普通人 这种体格 还有从他们身上散发出的那种铁血气势 只有从枪林弹雨中 走出来的人才会有的 虽然仅仅只有两人 可却堪比帝国首相们身边的护卫队 玄机围观的学生们 都从哪来回哪去 恰好这个时候 上课铃声也响了 大家都四散离开 除了原本在人群中的叶飞和叶宁 叶安抬起头 看向傅云深 目光一路扫向了他身后的人 锁定在那两个保镖的身上 眼神闪了一下 心里有些惊诧 竟然是退役特种兵 怎么把头发剪了 傅云深看着叶安的头发 眼神流露出一丝不悦 还好 倒是能看 边说傅云深深手揉了下叶安的头发 嗯 虽然短了些 但摸起来感觉还不错 叶安侧头躲开 皱眉 我们很熟吗 他跟这个男人也就只见过一次吧 而且也算不得有什么交集 怎么这男人一副他俩很熟的样子 姐姐 你没事吧 我刚听说陆胜找你麻烦 你没被他欺负吧 叶宁小跑过来 站定在叶安的面前 担忧地问 叶安唇角微微地挑了一下 叶宁不是早就在一旁看好戏吗 这会儿 倒是庄姐妹情深来了 如果你再哭一哭 掉几滴眼泪 大家我会相信你的话 叶安冷淡地开口 丝毫不留情面 还有 我失身的事 也是你传出去的吧 叶宁脸色一变 语气中有些委屈 姐姐 你怀疑我 说完颇有些气呼呼的样子 看了眼傅云深 而这生气时候的眼神 竟有些勾人的娇媚 傅云深眼底泛冷 并未说话 第37章 等你放学 我来接你 你觉得呢 叶安难得的笑 不过却是一种 让人生寒的冷笑 叶宁微垂着的眼眸底下 飞快地闪过一丝恨意 脸上却是一副受伤的模样 委屈的眼神 时不时地 瞟向傅云深 可叶安和傅云深 都没有开口说话的意思 甚至叶安的表情的中 明显地写着几个大字 请开始你的表演 叶宁轻咬着下唇 脸上的表情都快僵硬了 却还没有等到 他想等的人开口 该死的叶安 如果不是他 想要认识这位富少 他才不会上来跟他搭话 终于他忍不住开口 小生 姐姐 这位是叶安神色寡淡 回了四个字 管你屁事 对于叶宁 小小年纪就心思歹毒 又喜欢做幺蛾子 心机深重 他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更别说 他还是杀死这个身体的凶手 叶宁被叶安这四个字 对得一时失去了言语 竟然不知道怎么反驳 更何况 还是在这个男人面前被骂 羞愤之极 他双眼通红 看了看傅云深 最后目光落在叶安身上 叶安 我当你是姐姐 你既然这么对我 我再也不会关心你了 说完 他就哭着转身跑开了 叶安只是无声冷笑了一下 远处的叶飞 见叶宁跑开了 又看了看叶安 也转身离开了 他是谁 傅云深虽然已经猜到了 但还是问了句 叶安把目光 从离去的叶飞身上收了回来 漫不经心的回答 细经 世界欠他一座奥斯卡 傅云深眉毛微挑了一下 看向叶安的眼里 带着一丝性微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叶安问 傅云深笑以微深 你以为呢 叶安下意识的戒备 眼神也冷冷凝了起来 扫了一眼 陆七和后面的两个保镖 你到底是什么人 叶安现在才觉得 他对于这个时空太陌生 就算有着从前这个身体的记忆 但依然太狭矮 他要在这里生存下去 强大起来 就必须了解所有的一切 他需要 情报 而这个人之所以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应该只是巧合 不过只见过一面 他就不信 这个男人会专门来找他 再说了 他的身上 也没有什么好处 傅云深盯着叶安的眼睛 一字一句 记住 我叫傅云深 他说的只是他的名字 而不是他的身份 叶安知道 这个人的身份并不简单 从刚刚路上 他们对傅云深的态度 就能看得出来 而以现在自己的身份 他并不想和这种人有联系 两个字 麻烦 我要去上课了 你上不上课 有区别吗 傅云深语气也鱼 叶安知道傅云深是在笑话他 毕竟 叶安是F班学渣中的战斗渣这件事 整个学院的人都知道 其中一员必有的觉悟 遵守团体规则 这是叶安的习惯 因为身为军人 必须遵守服从命令 就算叶安许多时候 为了达到目的 会采用一些非常手段 不拘小节 但对于纪律准则 却是严格恪守的 等你放学 我来接你 傅云深单手插在裤兜里 鼻挺的西裤 将身材称得高挑 黄金比例 嘴角轻微的扬了一下 沉稳中又带着点 玩世不恭的味道 第38章 没什么 就是叫叫你 叶安皱眉 不明白傅云深 到底想做什么 转身朝F班的方向走去 不过叶安刚走几步 傅云深却忽然叫住了他 叶魏国 傅云深开口 明明是土味十足 又俗气的名字 在他的口中叫出来 竟然会让人觉得 异常的好听 陆七和两个保镖的脸色 却有点军烈 任姑娘不是有好听的名字吗 少爷为啥要叫人家这个名字 叶安顿下步子 问 有什么事吗 说实话 叶安对这名字 并没有什么感觉 名字不过是一个代号 就像当初他的代号和名字 都是零 所以他也不懂 那些人为什么会笑这个名字 傅云深嘴边浮现出 一丝恶作剧的笑意 没什么 就是叫叫你 叶安脸色微沉 眼神中明显的透露出两个字 有病 冷冷的看了傅云深一眼 就直接转身 朝教室的方向走去 傅云深深手拉扯了一下脖子上的领带 微微拧动了一下脖子 笑意深深 陆七 你有没有觉得 他生气的时候 特别好看 陆七摸了摸鼻梁 少爷 这位叶小姐本来就长得挺好看的 陆七严重怀疑 自家少爷真的有病 不然谁追女孩 会去专门惹人家生气的 是吗 傅云深双眼眯了一下 陆七立马说道 哎 少爷说的对 叶小姐生气的时候最好看 帅的不要不要的 陆七没过大脑 因为叶安刚刚在他的脑海的印象 就是帅 所以一开口就说出来了 傅云深勾了勾唇 走吧 说完就迈开了修长的双腿 转身离开 陆七和身后的两个保镖也紧跟上 F班这节课是自习 所以叶安回到班上的时候没有老师 只不过这一次他回去之后 受到了各种各样奇怪的眼光 不过他能明显感觉到的一点就是 这些目光中明显多了一种探究和好奇 以前的叶安总是F班里最没有存在感 而且还是总拖后腿的人 但是F班的人本来就算是最不受教化 大家都不是什么好鸟 谁也甭说谁 所以倒也不像是别的班的人那样 对叶安有着明显的鄙视 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人 唯一的存在感就是每回都考全院倒数 然后被人嘲笑罢了 哦对了 还因为他有一个在S班的妹妹和弟弟 两相比较之下 叶安自然就成了大家践踏又嫌弃的对象 但叶安自从这次回来之后就不一样了 难道跟那些玄幻小说里一样 原本的废柴身体里穿越进了一个强大的灵魂 所以这个人已经不是以前的叶安了 脑洞归脑洞 大家倒也不会真的这么以为 说不定叶安从前只是在装的呢 不是说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爆炸吗 估计叶安这就是炸了 叶安当然不知道大家的想法 要是知道 恐怕 他还真的会冲上去问一下 兄弟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浩哥 这叶安 周一盯着正在座位前面笔着作者的身影 再观察一段时间 王浩说完之后 和坐在另一边以放飞自我的姿势 躺在椅子上的许言相视了一眼 毫无疑问 叶安成功地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 第39章 你在找我 一天的课很快就过去了 整个紫卫星学院也开始弥漫着 各种关于叶安的传闻 就那个二年级F班的叶安 全学R四之一的 听说今天和A班的陆圣陆少爷 差点打起来 R四 这是给紫卫星学院四个人的组合统称 所谓R四 就是英文rubbish的缩写 也就是废物 垃圾的意思 而叶安就十分光荣地成为了全校R四之一 就他那胆子 难道不是应该躲到一边去哭吗 怎么还能打起来 谁知道呢 哎 你看 那个就是叶安 女生拍着身边朋友的肩膀 只像一个看起来很是俊朗明媚的少年 只不过那少年看上去有些冷冰冰的 不苟言笑 他他他他 真是叶安 那圆脸可爱的女生惊诧 是啊 哎 你怎么了 原来我这一生不羁放荡 是个眼狗 叶安走到校门口 就看到了在一列豪车中 十分醒悟的那一辆 因为那一辆车 他开过 而且 那一辆车和其他不同的是 停放的位置 是学院专门为一些利林的领导 和上层的人物所设立的 所以 叶安走出校大门的时候 就见到了许多人远远的围观 小声的讨论着 不敢大声也不敢上前 留恋的看了几眼之后 他们才慢慢离开 有一种人 不是他们能够惹得起的 也不是他们有那个胆子去惹的 从小出生在名流桂圈 大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叶安轻笑了一下 恐怕引起这些学生轰动的 不是那辆豪车 而是那个男人吧 傅云申随意的靠在车身 手指里掐了支烟 嘴里吞云吐雾 一张俊脸映衬在烟雾里 让人有种捉摸不透的神秘和邪魅 其实他也可以在车内等他的 但是 他又担心 叶安找不到他 所以就直接站在外面等 陆七知道这个理由 后脸忍不住的抽搐 少爷就您这辆车停在哪 不是焦点 更何况 还是这么显眼的位置 当看见那道鲜瘦的身影 走出来的时候 傅云申嘴角挑了一下 眉心原本的不耐散了去 指尖掐灭烟地 扔在地上碾锡 接过陆七递过来的 散发着一股淡香的手绢 在手上擦了擦 扔回给了陆七 之后就直接朝叶安的方向走去 叶安四处看了看 在犹豫 自己是去找叶飞 搭个顺风车回家呢 还是跑步锻炼回家 虽然傅云申在等他 可他又没答应 而且 谁知道这个男人安的什么心 你在找我 高廷的身影 忽然出现在了叶安的面前 叶安仰了一下头 一股淡淡的烟草味 瞬间营绕在了他的上空 这种烟草味极淡 甚至带着一股清香 并不让人反感 不是 叶安左右看了一下 将书包背紧了一些 准备跑步回家 这身体素质有点弱 就当是训练了 傅云申美与明显咒了起来 那你在做什么 准备回家 傅云申霸道开口 上车 做什么 叶安抬头 疑惑问他 照说叶安现在的身体素质差 虽然是差了点 但身高 却还是属于女生中比较高的 甚至比一些发育不良的男生 还要高一点 但站在傅云申面前 却还是有一种极强的压迫感 说话都得仰着头 这种感觉 让叶安挺不爽的 第四十章 被抗走了 送你回家 傅云申美眼微妙地挑了一下 语气熟人的诡异 叶安果断拒绝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回家 说完 叶安抬步就预备起跑 傅云申低眸 看了他跃跃欲势的腿脚 在叶安刚抬脚 傅云申就弯下身子 直接一把将叶安扛在了肩膀 往自己的车门走去 看着俩人的互动 远处围观的人群 引起一阵惊呼 男生多是起哄 女生则大多是羡慕又嫉妒 恨不得把叶安弄下来 傅少扛着的女人是自己 叶安先是根本没反应过来 其实他是根本就没有想到 傅云申会来这一手 等自己双脚都离地了 才发现自己被扛在了肩上 傅云申 你做什么 叶安自重生以后 第一次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傅云申笑得一脸灿烂 送你回家呀 又补充了一句 你要是不想回家 回我家也行 叶安身子根本搬不动 傅云申的力量很大 他只能被破扛在他的肩上 除了愤怒 叶安还觉得丢人 他曾经好歹 也是全球东部军区第一指挥官 什么时候被人这么对待过 傅云申腿长 几步就把叶安扛到了车门前 直接塞了进去 陆七经的眼珠子都快掉了 立马关门上车开车 生怕让自家少爷的叶小姐给跑了 车子立马发动了起来 直接离开了紫卫星学院 正原本靠在车身等待的叶飞 看着这一幕 眼里闪过一丝失望 开门上车 回家 明明小姐 我们是直接回家吗 司机问 叶宁望着窗外 那急驰而去的车影 紧咬着牙 眼里满是嫉妒和愤恨 跟上那辆车 是的 小姐 傅云申 叶安一字一句 冰冷开口 傅云申笑 一点都没有自己 可能会被拉入黑名单的自觉 你看你生气的样子 倒是比你之前那副 总是死气沉沉 跟谁欠了你几千万的样子 生动多了 说着 傅云申忍不住把魔爪伸向了叶安 在他的脸上捏了一下 那柔软的触感 让傅云申眼睛亮了一下 跟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似的 手还想再捏一下 但还没得逞 就被叶安一巴掌给拍开了 再动手动脚 信不信我杀了你 叶安沉申威胁 叶安此时眼中 是毫不掩饰的冷冽和杀意 在前面开车的路漆 立刻戒备了起来 正在脑后 女孩子家别整天 把杀人挂在嘴边 这样多不好 叶安冷淡地扫了他一眼 他并没有察觉到 眼前这个男人的敌意 但不明白 他到底想做什么 你要带我去哪里 叶安冷静询问 我不是说了吗 送你回家 叶安眉心皱了起来 这个人到底想做什么 少爷 后面有尾巴 路七看着后视镜里的车子 低声说道 闻言 叶安也看向了后视镜 脸色微变 是他 傅云申看了叶安一眼 才看向后视镜 淡淡的甩掉 不用管 路七点头 是 少爷 第四十一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旋即 车子陡然提速 惯性作用 加上叶安上来 就没系安全带 即便他定力再好 身子还是有些倾斜 傅云申将安全带 横过叶安的身上 系在了一边 俩人身子 也在这过程中 有点轻微的接触 这种身体的摩擦 让叶安不悦地绷紧了脸 车技再好 在车上 还是应当遵守交通规则 傅云申脸上 倒是看不出什么神色 正经地挑不出一丝破绽 叶安没有说话 小姐 跟丢了 司机说道 叶宁顿时 脸色变得难看 跟丢了 你怎么这么没用 跟个车都能跟丢 小姐 那辆车实在是拐得太快了 根本追不上 叶宁冷哼了一声 刚想再骂一顿发泄 但忽然想到了什么 将自己的怒火压下来 也不骂司机了 平时叶宁并没有这么容易 把自己的真实情绪表现出来 可自从叶安这次回来以后 他一次又一次的被羞辱 以前明明能伪装的 很好的情绪 现在都控制不住的 想要宣泄出来 就在这时 叶宁的手机响了起来 宁宁 是我 路上 叶宁扯出一丝笑意 什么事 放学后 我想和你一起吃个饭 可以吗 好 叶宁嘴角一脸 笑着回道 挂掉电话 看着前方穿流不息的车辆 叶宁的脸上 浮现出一丝冷笑 叶安 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 叶安看着前方 傅云生果然没有骗他 的确是送他回家 守在宏院别墅区门口的安保 看到一辆银白色的豪车使劲 并非别墅区的车辆 打算上前拦住 那辆车直接开到了别墅区的门外 安保轻轻敲了下车窗 沉声开口 先生 不好意思 这里是宏院别墅区 非本小区内的车辆不能进入 路七看向那个安保 递出了一张黑色的卡 安保接过那张卡 看了一眼之后 立马脸色一变 态度十分攻签 双手将那张黑色的卡 递给了路七 让开了位置 并恭敬地行了个礼 抱歉 先生请 路七嘴角勾了一下 将那张卡收了起来 车子畅通无阻地开了进去 看着那辆车 安保的心都是悬着的 宏院别墅区并不是普通的地方 所有京都圈内的这种 特殊的别墅区都是这样 聘请的安保 自然也会不一样 他们在上岗训练的时候 上面的人就交代过 无论哪个别墅区 亦或是任何地方 持有三种颜色卡的人 是不能阻拦 也不能得罪的 这三种颜色 分别是红色 银色 黑色 持有红色卡的人 是军方的人 而银色卡 则是正圈高层 至于持有黑色的卡的人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界定 但是黑卡 是高于前两者的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是叶安 今天第二次问傅云生这个问题 他很好奇 这个男人看上去 还不足二十岁的男人 身份地位 究竟高到了什么地步 我不是告诉过你的我的名字 傅云生看向叶安 只要你想知道 你一定会有办法知道 他的身份 他迟早会知道 但让他自己来查 不是更有意思吗 只要他想知道 他相信 他迟早会查出来 叶安也不问了 车子停下之后 说了声谢谢 就解开安全带 下车 傅云生也随之下了车 在叶安头也不回 往前走的时候 他忽然叫住了他 第四十二章 我同意了 我妈也同意了 叶安 这一次 他叫的是这两个字 他顿下脚步 傅云生弯唇一笑 英俊的脸带着几分和煦 通知你一件事 我妈也同意了 傅云生眉头莫尾的说了句 叶安皱眉 然后想起 今天陆胜说要毁婚的时候 他一连问了这几个问题 但是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同意什么了 他问 傅云生笑了笑说 我同意你和他毁婚 我妈同意 你当他儿媳 上下打量了一下叶安 像是有些嫌弃 虽然小了点 不过再养两年 也还是可以的 叶安 他在原地沉默了一下 看着那个自顾自单方面宣布的傅云生 最后淡淡的吐出了三个字 三个字成功地让傅云生笑一颇深的脸军裂 这个不识好歹的小东西 回庄园 上车之后 傅云生的脸色明显不太好 是 少爷 陆七看着自家少爷尘黑的脸 有些欲言又止 傅云生眉头一领 有什么话就说 陆七终于忍不住了 那个 少爷 其实 您可以去问问乔少将他们平时是怎么把妹的 自家少爷好不容易铁树开花头一回对一个女孩上心 陆七实在是不忍心 这花还没开呢 就夭折了 傅云生眸光眯了一下 冷冷道 闭嘴 陆七自觉的闭嘴开车 什么都不说 过了好一会儿 傅云生忽然拿起了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 陈旭 诶 云生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您老人家竟然主动给我打电话了 明天立刻马上到我的庄园来一趟 什么事啊 急事 那我是明天 还是立刻 还是马上啊 诶 别挂电话 认真开车的陆七抿了鸣嘴 不笑 不笑 千万不能笑 这事记着 回去告诉夫人去 叶安回到家之后 就遇到了正在沙发上敷面膜 看肥皂剧的杨纸童 没有理他 直接上了楼 没有教养的东西 杨纸童啊啊骂了句 见叶安上了楼之后 才赶紧把刚刚正在视频的手机拿了起来 立马回了卧室 一进卧室 就传来视频那一头男人的声音 宝贝 怎么 没什么 就是一个下贱东西 杨纸童说完之后 又恢复了之前的模样 他撕掉了面膜 开始推自己的睡衣 看着那手机里俊帅的脸 宝贝 嗯 我们继续嘛 好呀 这一次 你可要准备好呀 你个小骚货 紧接着 房间里开始响起一阵一阵男女撩骚的声音 但整个别墅的隔音效果很好 如果不是震破了喉咙的尖叫 根本听不到房间里面发生了什么 一安进了房间之后 直接把书包扔到了一边 打开电脑 开始在搜索框里输入了傅云深三个字 很快 所有关于傅云深的消息都谈了出来 但是所有的消息 信息量却都只有一个 傅云深 二十岁 云腾集团现任总裁 而其余所有关于傅云深的一切 根本找不到一点痕迹 一安身子往椅子上后仰了一下 正常人的资料不可能会这样 除非 傅云深的背景是不能为人所知的 而且 被列为了绝密档案 第四十三章 帮我入侵一个系统 手指有些烦躁地点着椅子的边缘 傅云深 忽然 他想起 今天在跟林洛指出错误的时候 他所用的编程语言 似乎是和自己从前的时空一样的 他立刻坐了起来 在电脑里查询了一下 这个世界的编程语言 以及电子编码 的确是和从前自己生活的世界一样 但是又不同 因为这些在末世 都是底层的编程语言 是早已经被淘汰了的 叶安嘴角滑起一抹笑意 在电脑的上方 输入一串编码 立刻 整个电脑便跳出了一个黑色的界面 无数的字符在黑色的界面上跳动着 他按了一下回车键 整个界面便弹出了一个密码框 这个密码框算是把他拦住了 因为一旦他输入错误 这个系统就会发出警报 很快那些管理员就会定位到他的位置 这个密码框一时让他犯了难 直接放弃了调查傅云生的资料 打了个电话给林洛 林洛 叶安 林洛的声音有些吃惊 或许是因为这是叶安第一次打电话给他 帮我入侵一个系统 查一个人的资料 加个你看 手机那一头沉没了半赏 然后说 好 入侵什么系统 帝国信息安全局 那一边又沉没了好半赏 这是违法的 叶安笑了一下 双腿习惯性的敲上了桌子 交叠在了一起 懒洋洋的说 林同学所做的事 算上来也不差这一件了 电话那边 林洛无矿眼镜下的眼神 陡然变得犀利 过了好一会儿 才开口 十万 没得商量 好 叶安爽快的答应 钱 他不缺 从小的时候开始 叶安外公每个月 都会固定在他的名下存一笔钱 而这件事 叶家人并不知道 挂了电话之后 叶安将手机拿在手中把玩 林洛是原身体主人的同桌 所以 关于他的所有事 都能从记忆中找到 在叶安的记忆中 林洛从来没有听过课 每天唯一的一件事 就是摆弄自己的电脑 而在不久之前 叶安曾谎眼撇到 林洛电脑上 有一个资金汇入的画面 但原主并不知道 那是怎么回事 所以并不在意 但是已经由他分析 自然能够得出 林洛应该一直在暗中 做着黑客的买卖 事实 也的确是这样 林洛是个人才 陆胜已经在餐厅里 等了很久了 直到他都开始 有些不耐烦了 他焦急等待的身影 才从外面走了进来 阿胜 叶宁笑着打招呼 陆胜喜笑颜开 立刻站了起来 绅士的为叶宁 将椅子拉开 林洛 你终于来了 叶宁坐了下来 甜甜一笑 单手撑着下巴 对啊 我当然要打扮得漂亮一点 来见阿胜啊 陆胜满心满眼 都是幸福的笑 这就是他喜欢的女孩啊 既可爱天真 又那么优秀 为什么他定娃娃亲的对象 不是他 而是另外一个废物呢 阿胜约我就吃饭吗 当然不是 陆胜立刻回道 然后说 宁宁 我这次约你出来 是我已经决定好了一件事 第44章 预谋 毁婚 什么事 叶宁问 虽然他心中 已经隐隐知道了 我打算 回家跟我家里人说 我要跟叶安解除婚约 陆胜认真道 叶宁眼里 浮现出一丝笑意 好啊 既然你不喜欢我姐姐 解除婚约最好不过了 这样 他也就能看他的笑话了 叶宁忽然想到什么 认真的提醒 不过 就算你家同意了 叶安也不一定会同意 更何况 我那爷爷最喜欢他 将叶家的继承权都给了他 所以 你一定要让叶安不得不同意 陆胜点头 那您您觉得 我应该怎么做 叶宁眼神暗暗划过 对陆胜的鄙视 面上却装作一副 认真思考的模样 嗯 前两天听我妈妈说 下周末 整个京都桂圈的豪门高干 都会出席一场晚宴 到时候 我们家和你们家 是必然会出席的 而你就在宴会上宣布这一件事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叶安就是想拒绝 也根本无法拒绝 阿胜觉得怎么样 叶宁一脸期待地看着陆胜 陆胜同意点头 好 到时候我再宣布 我喜欢的人是你 这样 我们就能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 叶宁的脸色忽然变了一下 那原本脸色的得意 也骤然消失 宁宁 你怎么了 你不高兴吗 还是你不想公开我们的关系 陆胜小心翼翼地询问 叶宁面路尴尬 他还小 虽然陆胜的家族 在京都来说 算得上是上层二线的背景 但他可不想在这一棵树上吊死 当初勾引陆胜 除了他的家族势力之外 还因为他和叶安定了娃娃亲罢了 那个老不死的东西 竟然那么偏心 不但把叶家的继承权给了叶安 就连未婚夫都给他找好了 他就是不服 凭什么那个什么都不行的女人 理所应当的能够得到这一切 阿胜 我们的事先不要宣布 否则大家都知道了 肯定会以为是你变心了 是你的不对 所以到时候你只要跟他取消婚约就行了 好吗 叶宁温声说道 陆胜心中顿时感动无比 他的宁宁无时无刻都在为他着想 他才值得他去喜欢 去爱 好 我知道了 陆胜已把握住了叶宁的手 明念 你放心 我总有一天会给你一个光明正大的名分 一定不会委屈你的 叶宁面上笑着 心里却透过陆胜的那一张脸 想到了今天见到的那个男人 他放下自己的手 假装好奇地问 阿胜 今天出现在学校的那个男人是谁啊 我听到有些人叫他富少 他来头很大吗 对于叶宁忽然问起别的男人 陆胜是有些不高兴的 但还是回答道 不过声音压得比较低 像是怕被其余人听到 云腾集团你知道吗 叶宁心中惊了一下 知道 何止是知道 简直不能再熟悉 云腾集团可以说是帝国最大的财团 生活中许多的东西 都是出自云腾集团旗下的产业 说是富可敌国也不为过 富少 富少就是现任云腾集团的总裁 傅云申 陆胜低声说道 20岁不到 就已经开始掌管整个旗下的产业 但凡是在京都贵圈中混的人 都知道 富少 是不能惹 也不能动的人 他的身份地位 不仅仅是云腾集团的继承人 这么简单 第45章 一节一节的舵 什么意思啊 叶宁越是听得多 对这个男人 就越是感兴趣 陆胜皱了下眉 他是处于顶端上面的人 也只有在金字塔顶端的人 才能跟他平起平坐 而那些人 称呼他为 太子 在很久以前 知道富云申这个名字的时候 爷爷就告诉过我 这个人 不仅仅是京都的太子爷 更是整个帝国的太子 是绝对惹不起的人物 京都的贵圈 就像是一个金字塔 大部分的老派世家 多处在二三阶层 而处在第一阶层的 就是从前 以富云申为首的那一帮人 那些人每个人的背景 都强悍的可怕 如 乔阳 如陈旭 所以 但凡是在京都贵圈混的人 燕宁物字琢磨 陆圣安慰道 你是女生 又不怎么关注这些事 不知道很正常 燕宁面上附和的腼腆一笑 心里却暗暗道 太子 那不就说明 富少的身份地位 比陆圣高得多吗 这样的男人 什么时候让叶安勾搭上了 该死的叶安 还真是什么好事 都能轮得上他 少爷 那两个混混已经找到了 陆七恭敬地走过来 汇报 傅云申坐在椅子上 缓缓转过来 双腿交叠成二郎腿 倒让一双修长的腿 有一种无处安放的急事感 他眼帘微抬 语气冷凝成兵 人呢 陆七点了一下自己 戴在手腕上的手表 瞬间 一到三地投影 便从手表内投射而出 画面里 那两个混混封了一样的 敲打着囚禁他们的房间 你们是什么人 抓我们做什么 小夕我告你们 实相的 快点放我们出去 而这两个混混 正是当初欲强奸夜安 并最后将他抛尸荒野的混混 国灶 傅云申皱了皱眉 陆七马上对那边吩咐了一句什么 便立刻有身材魁梧的男人 走进了房间 在出来时 那两个混混 已经躺在了地上 浑身是血 问出来了吗 傅云申问 少爷 问出来了 他们两人说是受人指使 好让他身败名裂 但叶小姐却不小心失足坠了楼 意外死亡 所以他们才会抛尸到山上去 傅云申目光微了 嗯 我知道了 陆七疑惑 少爷 你不问是谁指使的吗 他都准备好说了 少爷怎么不问呢 不用 他知道就够了 傅云申笑 这种事还是让他自己来 或许比较有意思 那这俩人 陆七询问 留条命 傅云申看着抱着头 缩在角落的两个混混 想起那天他看到的视频里 就是这两双手 把他抬出来扔掉的 把他们的手指和下身都剁了 傅云申又淡淡补充了句 记住 一节一节的剁 陆七背脊一粮 是 少爷 燕安给自己制定了一套锻炼体质的计划 还包括用餐的饮食搭配 现在的他就连异能都不敢轻易使用 因为体能弱的关系 一动用异能 精神力的损耗就会极大 尤其 他还是双异能的人 这更加消耗人体的能量和精神 第四十六章 一款名为王者的游戏 从前的身体 本就已经进化到了 能够支撑双异能的地步 但是现在的身体不行 除了锻炼 恐怕 他还需要一些外物的作用 他擦了擦额头 刚做完剧烈运动出的汗 去洗了个澡 准备出去透透气的时候 却发现 叶飞房间的门是开着的 而从里面传来了一阵一阵游戏声 叶飞触摸着手机投影出来的虚拟屏幕 双手不断的操纵 而在屏幕上 明显的能看到 在一个峡谷当中 红蓝双方的对垒 叶飞操纵的是一个刺客 此时 正打算绕到后方 切入敌人当中 但刚一进去 杀死了一个人 他的屏幕就灰了 靠 叶飞忍不住从喉咙里吐出一个脏字 叶飞 你行不行啊 你可是输出啊 你一死 我们就都凉凉了呀 叶飞你这么喜欢冲前面 你怎么不打辅助 再送人头 我可就挂唧了 挂唧狗 再见 大家记住了 一会儿都举报这个挂唧的 语音系统里 传来不同男人的声音 叶飞的情绪明显有些烦躁 你在玩游戏 凉凉的声音 忽然在门口的地方响了起来 叶飞立刻屏蔽掉语音 抬头才发现 叶安不知道什么时候 靠在了他房门口 谁允许你进来的 他冷声质问 叶安双手抱胸 穿着一身浴袍 还没有完全干的头发 湿漉漉的从刘海滴了一滴水下来 落在了地上 叶安淡淡的笑了一下 我是你姐姐 姐姐进弟弟房间 还要经过允许吗 别说 他一边直接走了进来 步伐稳健 让人想把他撵出去 都难以开口 叶飞现在的屏幕 还是在灰色状态 距离复活 还有10s 记忆中 叶飞玩的这款游戏 似乎是叫王者荣耀 是一个5v5的对战 战略型竞技游戏 这款游戏 不仅在帝国内很是风靡 经过一些改良 还成为了军方训练战友之间 默契和反应能力的一款游戏 甚至 还有人开发出了这款游戏的 另外一项功能 那就是锻炼一个人的愤怒值 和忍耐程度 以及 对自己伙伴的忠诚度 因为 有人曾因为这款游戏 亲手杀死了自己的队友同伴 甚至还有一种说法 帝国一共有三大危险生物 你永远不知道 它会在什么时候 对你施以独守 射友 前男友 王者队友 自然 在紫卫星学院 也早已是全民皆玩的游戏 甚至各个班之间 还经常举行对抗赛 这个游戏 一共有五个位置 刺客 法师 辅助 战士 射手 而叶飞 就是主玩的刺客位置 他前世也曾玩过类似的游戏 训练他的各项能力 也是因此 叶安看见叶飞玩的时候 才会好奇过来看看 十秒的时间过去 叶飞的角色 已经复活了 他看叶安貌似很有兴趣的样子 心里不知怎叠 竟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情绪 就像是 想在他面前表现一番一样 叶飞操纵着自己的角色 就又开始在游戏的画面中 游移了起来 他不断地杀人 收割 技能用得飞快 就当他嘴角滑过一丝得意的笑的时候 突然从身边的草丛里 窜出了一个敌方刺客 直接秒杀 叶飞的屏幕 瞬间 又变灰了 叶飞 由于他把语音全都屏蔽了 队友都开始在 公平打字骂他了 我来试试 叶安开口 叶飞用向看神经病的眼神 看着叶安 你会吗 鄙视 这是赤裸裸的鄙视 第47章 武杀 天秀 看你玩了一遍 差不多 叶安随口回答 叶飞根本就没打算 把自己的手机递给他 但不知怎叠 竟然鬼使神拆得上了位置 叶安坐了下来 背脊笔直 双手触摸上了 那投影屏幕 而这个时候 叶安的角色 也已经复活了 屏幕从灰色 变得明亮了起来 只见他一双手 操控着那个角色 流畅的就像是一个老玩家 看得叶飞眼中 都有些惊异 他一路清理 光了所有的野区生物 手指飞快 画面中的人物动起来 根本不像是一个人操作的 仿佛那个角色已经活了 流畅的一点盾卡都没有 有人 叶飞忍不住开口 叶安镇定自若 几个技能一按 一个漂亮的走位 就将那个人收割了 叶飞 好像他说了 等于白说 叶安操纵着游戏角色 短短时间 人头数就已经从原本的 个位数标到了双位数 队友们从开始的喷 已经演变成了疯狂打扣 666 最后一波团战 叶安操纵刺客 从后绕境 叶飞不赞同 已经能够遇见叶安的下场 这个刺客没有控制 血量又薄 进去之后必死无疑 忽然 一阵武杀的系统声 振奋人心的响起 叶飞这才回过神来 发现所有的人都死光了 只有他的刺客 只有他的角色还活着 武杀 这是武杀呀 意思就是 他一个人杀了敌方五个人 他有些不敢相信 叶飞玩这个游戏的水平 已经是上游的水平了 自然和他们一起 对战的人 水平也不会差 可竟然被一个 才刚玩这游戏的人杀光了 这简直不可思议 而叶安脸上 却是十分认真 并没有松懈 也看不出什么表情 淡定的根本没什么反应 直到这局游戏结束 他才站了起来 赢了 叶飞走了过去 看了下比赛的数据 忽然一阵头皮发麻 这输出 几乎是对面 所有人加起来的输出了吧 你以前玩过 叶飞追问 叶安回道 没 第一次玩 只不过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 相对来说 这款竞技游戏 算是简单的了 所以 他只要看了一遍 就已经能上手 玩完只是兴趣 还有好奇吧 觉得没什么意思 我走了 说完 也不管叶飞同不同意 直接离开了叶飞的房间 而这个时候 叶飞的语音消息 已经炸了 天秀啊 叶飞你 简直要上天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 简直嗅到不行 对面那五个 还说要打爆我们 这一下 被打脸了吧 哈哈哈哈 叶飞皱了皱眉 直接将语音关掉 手机关掉 投影屏幕也随之消失 看向门外的方向 心情有些复杂 叶安回到房间之后 他就收到了凌诺的邮件 效率很快嘛 他满意的笑了一下 直接坐了下来 点开邮件 眼神变了一下 这是一封 被加了自毁系统的邮件 一旦浏览完之后 就会自动销毁 心中暗暗赞扬 凌诺办事的沉密 而这封邮件里 正是傅云生的资料 他飞快地将邮件里的内容浏览完 对于傅云生的身份 倒并没有过多的吃惊 只是没有想到 傅云生才不过二十岁 竟然已经达到这样的高度 云腾集团继承人 新落帝国第一把椅子上的人的 唯一之孙 十五岁就已经修完所有学业 期间消失了三年 十八岁忽然出现 就已经空降云腾集团总裁之位 而云腾集团 除了是帝国第一财团 掌控着整个帝国的经济命脉之外 云腾集团下有一个子公司 专门服务于军方 研发各种新型电子设备 以及人工智能 这就是 之所以 傅云生会成为京都圈中 金字塔顶端人物的原因 不仅手握富可敌国的财富 还和帝国军政双方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而除了他本身的身份 就让人高不可攀之外 同样让人为之忌惮的 是傅云生的手段 虽然年纪上轻 可手段却比酒精商场的人 还要老辣 手段之嚣张铁血 无论军政还是商圈 都对这位年纪轻轻的 云腾集团继承人 持以十二分的惧怕和敬重 更别说 傅云生身后 不仅仅有家事的支撑 还有一帮满步军政商界的党友 那些人 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一按浏览完资料后 点了一下最底端的确定 瞬间 这封邮件立刻被销毁得一干二净 拿出手机 直接往零落的账户上 赚了十万 马上就收到了两个字的回复 谢谢 之所以叶安会这么爽快 也是因为 他目前来说 的确不缺钱 因为 从他小时候起 他外公就每个月 都会往他的账户里存一笔钱 但是这笔钱 从前叶安一直没怎么动过 几少成多 这笔钱 现在已经足够 他现在一事无忧的过一辈子了 不过 钱 不就是拿来用的吗 只要用的值得 叶安知道 现在自己的处境算不上好 身为长女 虽然爷爷疼的是他 将继承权也给了他 但家中 所有人都在排斥他 甚至还有人想要杀他 他不可能一直在叶家待下去 拿着一个得不到承认的继承权 不过是为自己多树立几个敌人 更何况 叶家 不仅仅是叶震东一户 对叶老爷子继承权虎视眈眈的人 大有人在 当然 继承权既然本身就是他的 他不可能放弃 想要在这种君门世家中 获得话语权 他就只能得到比他们更高的权力 身份 地位 只不过 他会脱离叶家 自立门户 他要重新活在这个世上 这样 他才能确信 自己还是存在的 自己 还是自己 而不是任何的另外一个人 他眯着眼睛 盯着墙壁上的时钟 听着秒针滴答滴答的声音 在房间里格外的清晰 他还活着 他是叶安 但他 更是他自己 我一定会在这个时空 留下独属于我的印记 清冷的声音坚定无比 更像是一种军人的誓言 第二天 叶安照常上学 刚走出别墅 就看见叶飞的车停在了外面 像是刻意等他一样 但叶安刚一走过去 叶飞就上了车 按了两下喇叭 脸色有点别扭 不用等我 我跑不过去 叶安将裤腿里的纱带 绑得更紧了些 他不想放过任何一个 能够锻炼身体的机会 你 跑步 叶飞皱了下眉头 家里去学校有十公里 第四十八章 军部大楼 嗯 叶安点了一下头 不过十公里而已 时间刚好 能够控制在上课之前就够了 见叶安坚持 叶飞也不等他了 随你 叶飞踩下油门 开车就走了 最好他等会儿后回 打电话让他回来 有好好的车不坐 非要跑步 不知道怎么想的 叶安扬了下眉 活动了一下腿脚 一副标准长跑的姿势 朝子卫星学院的方向跑去 在经过别墅区的大门的时候 竟然惹起了那保安的一阵心疼 没想到啊 叶大小姐 竟然沦落到了这种地步 就连上学都要自己用双脚走过去 太可怜了 太可怜了 叶飞一边开车 一边看着后视镜里 以一副标准姿态跑步的人 终于等不下去了 干脆把车停了下来 叶安远远的就看到叶飞的车子 停在了路上 跑步路过那辆车的时候 还冲着车子里的叶飞 打了声招呼 车坏了 叶飞一听叶安的话 顿时觉得气不打一出来 他做死才会停车 在这里等他 脚下一踩油门 车休的一声 就从叶安身边及时走了 叶安莫名 这孩子的心情 好像不是很好 对 叶飞的心情何止是不好 是非常不好 他可能是脑壳背门夹了 才会想要等他一起上学 叶安看了下手表上的时间 开始提速 朝紫卫星学院的方向跑去 帝国京都军区大楼 傅云生和一个穿着 深蓝色军装的男人 面对面坐在落地窗前 穿着军装的男人 看起来年纪不大 五官分明俊挺 年纪应该不会超过25 但肩膀上的几刀杠 说明这个男人的军衔 至少在降级以上 唇边一圈青色的壶茶 更为他增添了一种 男人的成熟和血型 傅云生一手端着手中的咖啡 轻轻地抿了一口 然后放在二人之间的玻璃桌上 没想到 第一次见到帝国最年轻的将军 竟然会是这样的情况 傅云生薄唇微钩 双手轻轻和时交叠 身子微微往后仰了一下 标准的一副居高临下的谈判姿 傅少爷夸奖了 审汉淡笑 刀枭一样的眉目 有一种军人独有的硬马 他双腿分开 一副标准的军人坐姿 和傅云生相比 后者看起来 倒更像是一个 玩世不恭的顽固子弟 当然 对于眼前这个年轻人 沈翰并不这么认为 父亲和舅公 昨日已经跟我进行了通讯 对沈将军在帝国议会上 所提出并通过的提案 家父表示十分赞赏 并让我全力配合沈将军 完成这个项目 当然 舅公也对沈将军 给予了十分高度的评价 傅云生含着笑 缓缓说道 听到傅云生所提到的两个人 沈翰的眼神也有些动容 十分感谢 他铿锵有力地道出四个字 神态中满是恭敬 沈将军客气了 傅云生的眼神里 也流露出一丝赞赏 既然这样 那我也就开门见山了 傅少爷应该知道 全世界最为顶尖的军人 都是出自蓝星军校 但遗憾的是 每年蓝星军校的招考 我新落帝国 能够通过考核的人 只有0.3% 其一 蓝星军校的创办者是白人 历史遗留问题 导致蓝星军校中的人 对我们新落帝国的人 有着种族歧视 其二 帝国虽然人口众多 但人才却极为缺失 如果长此以往 帝国军部将落后 其他各国一大截 人才决定了帝国命运 再加上 现在帝国军部的状况 也缺乏一个流动在外的 特种作战部队 他们不属于任何军区 他们只服务于帝国 只为了帝国而战 傅云深眉心一动 看着沈汉 沈将军的意思是 希望选拔一批人才 组成特种作战部队 然后考进蓝星军校 沈汉点头 不错 蓝星军校 容纳了整个蓝星的优秀军人 只有在那个地方 我们才能了解到 未来我们有可能会面对的敌人 我的提案是 派往蓝星军校的人 从特种作战部队中筛选 傅云深点了点头 赞赏道 难怪家父和旧公 对沈将军的评价如此之高 沈将军的确是深谋远虑 若是沈将军有什么需要 尽管开口 沈汉也不客气 傅佳从创立云腾集团开始 便设立了专门的公司 服务于军方 研发各种新型武器 和电子科技设备 军部和傅佳的合作 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 这一次 组建的特种作战部队中 所有的战斗装备 同样会从云腾集团采购 但是我想要的是 所有的设备 都必须是最新的 并且要求单独成立一个研发组 进行新型产品的研发 傅余伸手指轻轻地点了几下 勾唇不紧不慢地开口 我是个生意人 只要价格公道 合理 就没有拒绝的理由 沈汉目光直视着眼前的年轻男人 这个人简直老练得 根本不像是他这个年龄的人 忽然想到在五年前 这个男人 还是京都出了名的 那帮顽固子弟的头头 谁惹上 谁就只能自认倒霉 而现在 竟成了随便跺跺脚 就能影响整个帝国的人物 沈汉露出标准的笑容 伸出手 既然如此 那么合作愉快 傅余伸也笑了起来 伸手轻握 合作愉快 忽然 傅余伸好奇开口 能否冒昧问一句 不知 沈将军这次组建特种作战部队的人选 沈汉笑了一下 而后目光如狼犀利 整个帝国能者居之 不知道为什么 傅余伸忽然在脑海里 浮现出了那个瘦弱的身影 军人 莫名的 这两个字加在他的身上 竟毫无违和感 如果说 这两次的接触 让他用两个字来形容他的话 就是军人 他的一举一动 言行 都带着一种军人的独有气质 到底 是受军门世家所影响 还是 别有引擎呢 离开军部大楼 傅余伸正打算回云腾集团 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赵了下没 妈咪 咋呀 路七说 你在追一个女娃娃 你什么时候让妈咪也见见 顺便 你有空就回来一趟呗 追我的 宰宰 你有在听我说话吗 宰 宰呀 傅余伸直接挂断了电话 冷冷地看了路七一眼 路七低着头 脑袋再低下去 都快碰到脚尖了 什么时候学会 跟我妈打小报告了 不敢 回少爷 是夫人一直在追问我 夫人的手段 你又不是不知道 路七委屈 傅余伸冷哼了一声 开车 路七如临大赦 立马上车 少爷 回云腾大厦吗 傅余伸刚想说 忽然犹豫了一下 改了口 不 去一趟京都军医院 是 少爷 叶飞把车停好 下车 往后面看了一眼 根本没有看到叶安的身影 哼 活呆 叶飞心里暗道 谁让他不坐自己的车的 提起书包 在原地站了五分钟 已经快要临近上课的点了 心里莫名 又有一点担忧 算了 反正他也从来没有管过自己 自己管他做什么 叶飞转身就朝学校里走去 就在叶飞刚转身的时候 叶安现在 也到了离学校不远的地方 因为 他是负重跑的 双腿上缠着的纱带 现在都是十公斤 所以比不上正常人的速度 如果是按照自己原来的体质 负重五十公斤都没问题 不过现在的身体 只能慢慢适应 前面只要再过一个拐角 就能看见紫卫星学院的大门了 但忽然 叶安的脚步停了下来 一阵斗殴的声音 从不远处传出 他耳朵微微动了一下 听力测了下人数 人数至少在十人以上 什么人 竟然会在紫卫星学院附近打架 不过叶安本也没什么兴趣 转身就准备走 但忽然 一道人影从一条巷子里飞了出来 正好砸在了他的脚边 叶安 话说他的步子都还没有迈出去 或许今天出门之前 他应该查一下皇帝才对 许言 两个穿着学院制服的男生 从巷子里冲了出来 当他们看到叶安的时候 明显有些吃惊 但注意力还是放在了 摔在地上头破血流的许言身上 王浩 叶安又低头看了一眼 才发现摔在自己身边的男生 就是喜欢唱社会摇海 跟王浩打过架的那个男生 许言 领头跑出来的那个男生 就是王浩 另一个叶安有点印象 是时常跟在王浩身边的一个小弟 周易 叶安心里有些疑惑 他们不去上课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王浩将许言扶了起来 抽空看了叶安一眼 低声道 不想死的话 就赶紧走 叶安的确是想走的 但听到王浩这句话 忽然又不想走了 鞋子稳稳地站定在原地 没有一点想要走的意思 嘴里淡淡地吐出了三个字 凭什么 第49章 你还算不上 王浩脸色十分难看 怎么还有人能在这种时候抬杠 叶安这是在找死 这个时候 七八个壮汉 才从巷子里走了出来 他们每个人都穿着背心 显得肌肉异常发达 好像随便一胳膊 就能抡死人似的 王浩站了起来 冷冷地盯着他们 这件事跟他们无关 要打要杀 就冲着我来 这时候 带头的那个人 从那几个壮汉身后走了出来 他一身西装革履 手里还夹着一根雪茄 边走边抖着腿 一副老子装兵 你奈我何的模样 让谁看了 都忍不住想弄死他 王少爷 这事可是你先做的不地道 就不能怪我们不讲规矩 混了这么久全场 你也不是傻小萌兴 该懂的你都懂 王浩冷笑 语气满是鄙夷 拳脚无眼 在上擂台之前 大家都是签了生死状的 我不过就是在擂台上打赢了他 也值得你们这样打击报复 但你将他打残了 西装男人声色一粒 冷冷到 老大说了 既然你让我们为哥缺了一条胳膊 就用你的胳膊来还 至于你这些同学 那就只能怪他们倒霉了 叶安淡定的听完他们之间对话 大致明白了他们之间的恩怨 许言站了起来 目光下意识的看了一眼叶安 本来以为叶安会被吓得瑟瑟发抖 但发现 他竟然是在场最淡定的一个 这该不是被吓傻了吧 同样有这种疑惑的 还有王浩和周易 怎么样 王浩问 许言摇了摇头 死不了 俩人虽然在班上经常打架 但在这种时候 明显是一致对外 王浩握紧了拳头 摆出一副架势 叶安 我再说一次 赶紧跑 前面就是学校 只要进了学校 你就安全了 王浩压低了声音 冷声说道 叶安目光直视着眼前的那群人 镇定出声 我从来没有抛下伙伴的习惯 虽然 你还算不上 本来听这前半句 王浩和许言 还有一种诧异的感动 但后面半句 差点把王浩给气死 怒瞪着叶安 但又说不出什么来 随你 他也懒得管叶安的死活了 西装男把雪茄扔在地上 命令 上 那几个壮汉 手里拿着铁棍 立马朝他们袭击过来 叶安微微蹲下身子 把绑在腿上的纱带 固定得更紧一些 而王浩三人 已经赤手空拳 跟他们打了起来 但是许言也已经受了伤 双拳难敌四手 对方人多势众 就算王浩的武力值再高 也扛不过对面人多 更何况 那些人还是专业训练的打手 忽然 原本蹲着身子的叶安 叶安像是一只豹子一样 猛然掠起 立刻加入了他们的战斗 叶安虽然现在的力量不够 但是这种力量 目前可以靠身上的负重弥补 有了他的加入 王浩他们 明显立刻轻松了下来 看着在神色镇定 不断迎敌的叶安 王浩三人的眼里 都充满了诧异和惊讶 叶安用巧劲夺过了 其中一个人的铁棍 直接扔给了王浩 接着 王浩默气地稳稳接住 看着叶安的眼中 浮现出一丝别样的意味 叶安一肘子 把身后的壮汉垂开 拉住手腕轻轻一推 那人瞬间 整条手臂都陷入了麻木 叶安又夺过了一根铁棍 握在了手里 许言开心极了 还以为叶安这根铁棍 会给自己 给我给我 叶安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 一棍子砸向了袭击他的人 许言 凭啥不给他 王浩有了武器 在手上 再加上叶安 军命很快拉了回来 叶安身躯笔直 目光注视着 那个指挥的西装男人 眼底闪过一道蓝光 抡起胳膊 将手里的铁棍 直接朝他扔了过去 破空的声响 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和空气磨擦的 羞羞的声音 清晰可闻 西装男人瞪大了眼 直直地盯着那铁棍 朝自己飞来 直到那铁棍 从他的耳边擦过 稳稳地没入身后的墙壁 他才反应过来 方才发生了什么 叶安收回姿势 冷笑威胁 下一次扎进去的 可就不是墙壁了 那个西装男人 还有些惊魂未定 一阵后怕 要是那铁棍没有偏差 刺入了自己的身体 那自己不得被串成串了 看了眼 已经受伤不清的那群打手 立马命令 撤 很快 那些人就在这个地方消失了 哐当 王浩原本紧紧握在手里的铁棍 扔在了地上 然后问向另外三个人 你们没事吧 叶安从衣兜里扯出一张纸 擦了擦手 眼神看向了许颜和周易 你应该问问他俩 许颜本来就受伤了 刚刚一动手 一下伤的就更不清了 而周易的身手 就没他们好 所以在刚刚的打斗里 没少挨揍 现在那些人一走 他们俩就立刻念了 叶安倒是没有受伤 只不过在刚刚 他使用了一下操纵系的能力 稍微费了点精神 叶安 没想到你身手这么好 许颜那张英俊的 脸蛋痛的直扭曲 但还是出声赞叹 许颜的话 也问出了王浩的疑问 不知道该不该说 识别几日 当刮目相看 王浩也笑了一下 语气里更多的是一种审视 叶安唇角微微泛起 一丝浅浅的弧度 字字吭腔 别忘了 我是军门世家 这一句话 让王浩和许颜 不由自主地 将叶安和军人联系在了一起 的确 出生在军门世家 伸手好怎么了 即便是会开飞机大炮 也应该算是正常的 但实在是从前叶安 在他们的心中的印象 扎根已久 让他背后那无上荣耀的 军门二字 也变得暗淡无光 看着眼前身躯站的笔直 目光坚定的叶安 齐尔的短发 让他看起来宛如一个少年 而那身上所散发着坚毅和威严 更让他有些男女莫辩 他们三人不由重新开始 认识了这个叫叶安的同学 以及他的背景 他是军门世家的大小姐 谢谢 王浩第一次真诚地向叶安道谢 并肩作战 会迅速地让人之间的友谊升温 王浩也是这样 既然是一起打过架的人了 那么自然就是自己的兄弟 叶安嘴角轻轻扯了一下 当作是接受了王浩的道谢 路过顺手而已 他毫不在意地开口 他不会将别人 轻易划入自己伙伴的行列 之所以出手救他们 一是 的确太过顺手 二是 同为F班的人 多少有一些护短的意思 感觉到叶安的疏离 王浩心里有些不太舒服 第五十章 人老了 眼神不好 学校有医务室 你能帮我个忙 把他们带去医务室包扎上样吗 他问 许颜和周一俩人相识了一眼 王浩有点不对劲啊 叶安皱了下眉头 上课要迟到了 王浩三人 什么时候 这个学渣中的战斗渣 会这么在意上课这件事了 走吧 叶安诞生开口 上前顺带把许颜扶在了手里 事实上 他对这件事的源头 比较感兴趣 王浩和许颜的身份 都不是什么普通人 能够对他们下手的人 直觉告诉他 也许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发现 被一个女孩子扶着 许颜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的 虽然他在F班 但从影后母亲那儿 继承来的优良基因 让他不管走到哪儿 都会是人群中 比较夺目的那个 毕竟看颜值的话 他还是很占优势的 所以 头怀送抱的女人也不少 不过这次被一女孩子扶着 许颜怎么都有点不太自在 但是让他奇怪的是 叶安扶着他竟然很稳 让他大部分的力量 都卸在了他的身上 轻松无比 没多久 四个人就进了学院里的医务室 而医务室的校医 似乎对王浩这几个人的到来 早就细以为常了 看着他们进来 美女校医还校营 迎打了声招呼 怎么了 这时又打架了 梅医生 麻烦了 王浩礼貌的说道 梅医生将他们几个人接了进去 看到叶安的时候 有点诧异 这位小帅哥没见过啊 你们从哪儿拐来的 不过也没多问什么 接进去之后 就开始为他们包扎起伤口来 这个时候 叶飞已经坐在了教室里 时不时的看向窗外 也不知道他到了学校没 叶飞 昨天晚上最后那一把游戏 真的是你打的 旁边一男生小声询问 他一问 班上昨晚参与了那把游戏的人 也都好奇地转过了头 感觉都不像你平时的水平啊 骚操作 下次能继续带我躺赢吗 我能喊666 你昨晚那把武杀 估计把他们都给气死了 那男生边说 目光看向了班上 另外一波的一帮人 虽然都是同一个班 还是最顶尖的S班 但是班上却并不十分融洽 班上的势力 也分成了很好几波 昨晚的游戏比赛 就是叶飞他们 跟对面约好的对战 叶飞也看了那边的人眼 想起昨晚叶安飞快操作的一双手 不 钻 那一把 不是我操作的 不是你 一旁男生的声音拔高了一点 但马上就压了下来 不是你那是谁啊 叶飞顿了下声音 是我姐 几个人目光下意识地 都看向了正在跟同学 讲解作业的叶宁 叶宁 对于叶宁 他们还是比较有好感的 毕竟叶宁不仅人长得好看 成绩也好 而且对他们平时也很温和 如果是叶宁的话 那无疑更让他们有了重崇拜感了 不是他 叶飞皱了皱眉 明显有些不高兴 而且 叶宁明明比他小 不是他那是谁啊 在他们眼中有存在感的 也就只有叶宁了 是我亲姐姐 叶安 叶飞郑重地说出了这个名字 几个男生面面相去 叶安 F班的那个 而且 这还是第一次叶飞在他们的面前承认 叶安 是他的姐姐 你不是在开国际玩笑吧 他们明显有些不太相信 怎么可能是他 他可是全院R4之一 拉姐 那种水平 怎么可能是他操作的 叶飞冷冷地盯了这个说话的男生一眼 那男生立马闭了嘴 爱信不信 叶飞不愿地开口 还有 以后我不想再听到有人说我姐姐的坏话 几人互相看了一眼 心里都暗暗生疑 叶飞这是转性吗 以前叶飞可不会这样 那叶安是死是活他都不管的 这姐姐的性子变了 怎么弟弟也变了 一物是 梅医生给受伤比较重的许颜上药 王浩和周易就被晾在了一边等着 刚刚还不觉得 这下放松下来 王浩才察觉到自己的右手好像脱臼了 浩哥 你手怎么了 周易关心地问 梅医生也抽空看了一眼 看样子是脱臼了 别乱动 我先把它处理好 再来给你接回去 叶安有点口渴 接了杯水喝 听到梅医生的话 又看了眼王浩 这个时候痛苦的神色 放下手里的杯子 朝着王浩走了过来 把手给我 叶安命令式的口吻 王浩竟然下意识地将右手伸了出去 叶安的一手抓住他错位脱节的手 一手顶着他的腋下 肌肉放松 叶安点了下头 叮嘱 忍着 然后握住手臂的那只手 慢慢内旋 王浩脸上痛苦的神色也更甚 但男子汉说 忍着就得忍着 一点闷哼都没发出来 忽然 只听到关节部位咔的一声 王浩的疼痛得到缓解 脸上纠结痛苦的神色也恢复了过来 活动了一下自己的手 发现他的右手已经能够行动自如了 他看着叶安 谢谢 叶安不置可否地笑了一下 然后走到另外一边的医用冰箱里 拿了两个冰袋出来 扔给了王浩 扶着他能缓解胀痛和消肿 王浩点了点头 看着叶安的眼里 引下一丝别样的情绪 梅医生这时候 完事走了出来 看到王浩的手已经好了 有些诧异 咦 好了 然后看向叶安 你接的 叶安点头 他反正闲着也没事 看王浩那么痛苦 就干脆自己上手了 接个脱臼而已 这种事他以前经常做 干得不错 没有错位 后续也做得很周全 梅医生赞叹 叶安礼貌地焊了一下头 并没有说什么 梅医生倒是有些好奇 王浩 这位小帅哥是 王浩顿了一下 然后说 他是女的 梅医生再次仔细地 打量了一下叶安 这一次 他以医生的眼光来看 的确是个女的 不免有些尴尬 小妹妹 不好意思啊 人老了呀 眼神就不大好 叶安认真地点了一下头 我理解 梅医生